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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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家真的没事吧 孟瑶 不止胡闹 爷爷 我没有胡闹 不如大家可以把手机的视频打开看看 内容精彩至极啊 这也太警报了吧 这不是孙瑶和柳孟瑶的表妹李婉婉吗 这是渣男见女 连自己的姐夫都勾引 太不要脸了 你发什么疯 婉婉是你的表妹 你把这种视频发出来 你要她怎么办 姑妈 你要是担心李婉婉以后不好做人 那你就让她有点羞耻心 别做这些丢人心眼的事情 够了 柳孟瑶 你摆着臭脸给谁看哪 我每次和你见面 你不是在谈生意 就是在去谈生意的路上 你有把我当成你的未婚妇吗 我看我 连你那个狗屁秘书都不如 劈腿就劈腿 你还有理气 竟然还敢在这里理直气壮 你以为大家都像你一样 人品败坏了 我都替你给我羞耻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不相信 全天上哪个男人 愿意服侍一个 不愿做家务 不愿意服侍老公 只知道赚钱的女人 有吗 是 我确实只知道赚钱 但我更舍得花钱 来 一个月三万 找一个会做家务的老公 谁愿意啊 怎么回事啊这是 我愿意 一个月三万 找一个会做家务的老公 谁愿意啊 我愿意 你是这里的服务员 是 柳小姐 你不是一个月三万找老公吗 我可以试试 你有你的事业 我呢又是一个宅男 相夫教子 打扫家务 包我身上 你看着有点面熟啊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像某个明星 你不想要 梦瑶 这小子肯定心术不正 哪个正常的男人 愿意在家洗衣做饭啊 他肯定是为了你的钱来的 梦瑶 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孙瑶 孙家自己几斤几两 你心里不清楚吗 这场联姻 本来就是你高攀了 还挑三拣四了 自己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宝安 把人带走 柳梦瑶 你给我等着瞧 别以为柳家的继承人就非你莫属 新郎换人 婚礼继续 我爸妈很早就不在了 是爷爷一手把我带大的 你给爷爷敬杯茶吧 爷爷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孟良好 也会好好孝敬你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人 以后别后悔 结婚后 柳家的事儿得要放在心上 好 爷爷 爷爷 您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孟瑶后悔的 哟 还挺有自信啊 那一会儿就把结婚证给领了 你知道吧 我妈一直说啊 我这个人呢嘴很笨 我又没钱 恐怕这一辈子都起不到喜爱 下次回家把我带上 肯定给你长脸 对了 这个是我家钥匙 给你一份 打住啊 财量可是契约结婚 得 没法三张 来 没问题 这么痛快 你给我结婚 涂啥啊 喂 刘总 下午的会议还需要安排吗 哦 会议继续 我马上到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给你转了五千块钱 就当这个星期买菜钱吧 23年 或者ant Guild 工作室 口哼 口哼 你现在怎么样了 就对了 她中度昏迷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VV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刘总 你今天那个服务员领的 我还以为 你只是想气起身药而已呢 这不是一时冲动就 算了 这么多领了 就当是雇了个男保姆吧 人家有名字的 她叫傅宇川 别张口闭口就服务员了 开车 少爷 您怎么直接从董事会上消失了 现在整个副制集团都要翻天了 老爷跟夫人到处找您呢 你就跟我妈说 她不是一直催我早点结婚吗 我现在呢 已经找到媳妇了 过段时间 把她带回去给我妈见一下 就消停了 至于公司的事嘛 有急事给我发邮件 没急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累死了 行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老婆回来了 我要给她做饭去了 菜来喽 三菜一汤 冲着肉汁 嗯 嗯 真好吃 没想到 你的厨艺还不错 我呢一直有一个愿望 想要当夏婷主夫 感谢你 给了我这个如愿以偿的机会 吃吧 喂 怎么了 刘总 我们和孙家的合约 对方单方面合约了 这笔合同都已经签下来 孙家临时说自己没货 三个月之后才有 无故违反合同约定 直接从法律程序起诉孙杨 可是就算起诉孙家 对方也不用赔偿 当时这笔合作是老爷子 因为看着两家要结亲 做人情送出去 没约定违约金 可我们和盛海集团签了合同 要是不按时发货 我们是要面临签价违约金的 好的 我知道了 不会想办法的 饭菜挺好吃的 我一会吃 别浪费了 但我得先打个电话 喂 宋总 什么 你们那里没货了 孙家做了这么多菜 害得我老婆没胃口 孙家真该死 喂 王辰 我老婆和盛海集团有合作 但是他们现在呢 交不出货来 明天你让他去公司 签一份延期交货的合同 知道了 宋三 不过夫人要来 需不需要特意安排一下 不用了 他现在呢 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怕他知道以后 就应该要去跟我离婚了 啊 您这结的什么婚啊 少啰嗦 照做就是了 张总 真的一点货都掉不出来了吗 我这边只要十吨就行 我愿意临时加价 刘总啊 真的不是不给你面子 今天之前 孙家就已经把所有的货都扫空了 要是把货掉给你 我们是要向孙家赔付巨额骨月金的 孙家 原来孙姚是故意的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再想办法的 哎呀 刘总 您还是和孙姚和好啊 孙家这回是铁了心要报复你 不好收场啊 算了吧 我自己想办法 如果违约的话 赔偿金至少是三千万 难道我真的要去求孙养那个人渣啊 哎 你干嘛 给你热了牛奶 来 喝一口 我喝不下 我不想和孙姚低声下气的 但这么大的损失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呢 运气一向很好 而且预感也很准 帮我来 帮你算一下 你这个烦恼马上就能解决了 靠什么呀 你安慰人能不能说你靠谱的话 不过这小子一本正经安慰人的样子还挺帅啊 除了洗衣做饭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不错 盛海集团说可以延缓交货 明天直接去签个合同就行了 你这个嘴是开过光的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吉祥物了 走啊 站在这干嘛 其实我是觉得吧 这份合同你自己签就行了 我就在外面等你就行了 你说我一个服务员 赔你的薪水 签了合同 说实际就让人少了吗 这服务员怎么了 大家都是凭自己刷手赚钱的 什么会嫌弃你啊 而且 你是我的幸运仙 签这份合同 必须再 走 这是付啊 你说的对 我觉得我们适应来一起去 好险 赶紧去找王晨 签了自救阻 可别再被员工认出来了 呦 这盛海集团也不过如此啊 走 晚晚 我们去会会王特住 好的呀 哥哥 哎呦 这不是梦瑶吗 怎么 来找新的货源啊 哈哈哈 你和我退婚之后啊 我们就收到了盛海集团的合作邀请 看见了吧 我们这次来是来谈合作的 七千万 没事 我的预感很蠢 他的这笔声音 肯定我 孙悠 你可真无耻 竟敢把我们家直接预订的货 败给盛海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这七千万的合同 都够买你这条命 李小姐 杨哥哥之前对你多好呀 你怎么说对不起人家呢 再说 他什么身份啊 他凭什么这么说 他不会是刘孟瑶当天婚礼的现场 捡的一个服务员 自甘堕落给女人当家庭祝福 简直是丢了男人的这张脸 难怪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呢 李婉婉 我不要的男人 你抢着要 就和一条狗 叼着一根圣母骨子的 你 你还挺能力啊 姚哥哥 他这么说你 你不会不高兴的吧 我当然不会生气啊 他还想着让我把剩下的那些货 让给他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刘总 刘 哪有狗叫啊 那你说这么高兴的地方 应该没有狗吧 就是啊 我给你打个读怎么样 如果呢 你这次生意谈不成的话 你就学狗叫 从这儿 一路爬到盛海大门 好 要是我签下来了呢 我一样 那可不行 你只是个小小的服务员 凭什么和我一样的条件 要是你收了 不仅要学狗叫 还要当众喊我一生罢了 行了 你疯了 七千万的合同 盛海怎么可能直接拒绝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不过以后见了我 要恭恭敬敬地 喊我一生 滴 相信我 我的知觉相当准 唉 这么多人 您怎么亲自来了 您怎么亲自来了 王大主 您认识他 不认识 我 不认识 我是说刘总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这种合同随便派给人签字就行了 我说呢 我老公就是个普通服务员 应该也不至于认识王特主 这个合同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所以我自己来了 谢谢王特主给我们这个机会 王特主 您看看 这是我们和盛海集团要签订的合同 我们货源充足 价格也便宜 那我们的合同 是不是比刘孟瑶的赔偿合同 要先签订盖章了 谁说刘总是来签赔偿合同的 他们货物紧张 这次输过来 签订延缓供货的协议的 至于你跟盛海的合作 作废了 什么 王特主 您别开玩笑了 我们和盛海集团这次的合作 是要你们同意 你们盛海集团至少赚一个亿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谁说盛海缺这一个亿的 我告诉你 比起挣钱 我更看不起王安富裔的人 如果我的消息没错的话 你仓库里的货 都是柳将帮助你做起来的 得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 你这种人 我们是海可不敢要啊 王特主 你再看一下 你们再不要 我们的货源 全部打水漂了都 只要你给孟瑶鞠躬道歉 我倒是可以给你想个办法 给他鞠躬道歉 作物 既然你是这个态度 那我也没办法 那你就等着你的货物卖牌去 亏得血本乌龟吧 这下子到底什么来了 签约不成 竟然被他说中了 难不成 他真的有什么说的 孟瑶 对不起 你别和我一般见识 哎 姚哥哥 你干嘛给他道歉呀 是 多丢面子 你 啥嗦 我 这会总行了吧 行吧 看你太子那么诚恳 那我就告诉你个办法 你把你的货物便宜卖给孟瑶不住了 你敢耍我 这个主意不错啊 孟瑶 你可得想清楚 现在这批货 除了我 还会有谁需要 王特种 我势必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啊 你看要不 这批货就给上海吧 我给你车程 事别 你敢当着 当着刘总那样项目行贿 我告诉你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目 第一 把你的货卖给刘总 第二 拿着你的合同 滚出去 这明显是有人要搞我 可我除了刘孟瑶之外 没得罪过别人啊 更重要的是 整个云城除了盛海 谁能吞下这么大的货物量 到头来 这批货不是全都要砸手里的 孟瑶 那您看 我们还是旅行合同吧 我把货都给你 那可不行 现在卖给我 得降价 想走啊 赌约还没旅行呢 刘孟瑶 那批货我已经降价卖给你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要是输了 你只会更过分了 你呢 要么学狗教 要么 那批货我不要 行 刘孟瑶 算你狠 你 换 换 换 活该 少爷 咱们公司上次和上河集团合作的事出了点意外 必须要您过来主事大局啊 山河集团不仅是盛海十年的合作伙伴 背后的掌权人张家更是富家的视角 他们的合作的确不能带来 哇 老婆我好像肚子有点痛 我可能得先去个洗手间 要不你先在车上等会儿 啊 没事 我去在这儿等你 快去快回 行 那我马上回吧 啊 穿上龙袍都不像泰斯 一个破服务员 真是丢人现 你要是你费花 那批货我全不要了 好难不跟你斗 我们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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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时间把测换给我过一遍 是呗 这都二十分钟了还不出来 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行 我得去看看 这盛海集团也太大了 用厕所都找不着 那这有人啊 来去问问 老公 你怎么在这儿 老公 你怎么在这儿 我没听错吧 他今天叫副总老公 副总结婚了吗 之前没听说过啊 那个 刚才王特总找我说 他们会议设备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过来帮他们维修一下 对 对 他就是过来帮忙修设备的 酒店服务员还需要维修设备啊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机械维修 只是因为不太好找工作嘛 所以就做个服务员稍微过渡一下 您丈夫的维修技术特别帮我 帮了我们一个趟 过去过去 没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 幸亏你就好了 不然赔钱可是小事 等这个王特首就不好了 赶紧走吧 刘总您别着急走呀 一周之后是我们盛海集团对外的招标会 到时候请您一定要来参加 您说是盛海对明月湾的招标会 还地皮价值千叶 谁要是能和盛海集团合作开发 身价肯定直接翻倍啊 但是这个招标会不是没有对外公开吗 因为您老公帮我们修好了设备 所以我觉得招标会的请帖算是我的一个回礼 不过标书到时候还需要您飞行准备一下 就因为我老公修好了你们的设备 这也太异谱了吧 其实是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会议 我帮他们维修设备就相当于帮了盛海集团一个非常大的忙 对 对 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 他帮我们修好了设备 我甚至觉得一个请帖有点不太够 没关系 够了够了够了 我先回去准备招标书 好 行 谢谢 你老实告诉我 什么 你是不是救过我们特助的命啊 你是不是救过我们特助的命啊 互装什么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你们公司整体实力就不错 王特助只是找一个契机 让你们去参加招标会 也是 自从我接触柳氏集团 公司可是蒸蒸日上 确实就是一个机会 不过 你还真是我的福星 我发现只要有运转就有好事发生 那这次的招标会 你跟我一块去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我研制了一道新菜 要不要回家尝尝 好 走 回家吃饭 刚才你们都看见了 刘龙其实就是咱们盛海集团的总裁夫人 以后集团旗下的几家公司 都必须对这家客气 要是预见能合作的项目 都必须优先选择留家 明白了吗 明白 这次招标会的事儿 是咱们集团内部 直接你们公司和外面对接的是吧 是 而且刘总的身份你刚才知道了 这次投标啊 就是咱们总裁送给夫人的礼物 你心里得有点数 王头主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往夫人整理好标注 照保夫人的公司 这次一定中标 要是出现什么差池 你的这个位置 恐怕里面就要换人了 是是 您放心 快 狗把两天后的乡称 全部取消 专门控制时间 留给刘家 明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 得赶紧挑个理由才行 你也挑一支吧 就等我送给你的礼物了 嗯 这里是怎么样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是吧 嗯 谢谢老婆 呦 这不是我们家的那个上门女婿吗 孟洋对你可真好呀 这才结果没几天 都开始给你买名表了 看起来都是人模人样 没想到射软犯的 什么上门女婿这种老土的词 年轻人怎么就不用了 真要说的话 姑父才算是上门女婿吧 我听说 当初姑父还想把林婉婉改姓叫柳 希望能继承柳氏的家业 那说出去啊 那笑死人了 你有没有教养 爸妈死得早 没有人教过你 对长辈说话 不该是这个态度吗 我觉得孟洋挺有素养的 毕竟她不会跟自己的姐夫走到一块去 有些人 这父母都还在 教的也不怎么定 看你还把娘家准备到什么时候 妈 算了 没必要跟他们吵 我们今天就是来工夫的 别被他们坏了心情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 刚好买了送杨哥 两位小姐可真有个眼光 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这是从费德诺家族流出来的蓝嘴手表 这只是两千万呢 行了 废话别这么多 这个表我要了 现在马上给我包起来 刚好呢 姚哥哥前两天给了我一张卡 无限制 刷卡 好的 零小姐 等会儿 这只表是我先看上不到 就算要买 也领导它 刷卡 我买了 呦 余额不足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回事 我卡里怎么连两千万都没有 刘总 从孙瑶那儿购置的那批货物 公司账上的现金不够周转 你已经用投资的方式 全部划给公司了 我当时是让你看着办 也没让你全转过去吧 但如果不全部转过去 这钱也不够 那你也不用一分钱不剩吧 真被你气死了 你放心 等这笔资金回笼了 肯定给你买 够了 表姐 你之前在外公面前 成天说自己为了公司 多尽力多尽力的 现在离开的姚哥哥 一只两千万的手表都买不起 还是说 这柳诗集团的年终盈利报表 是你在外面找的会计 随便做的假账 真没想到啊 居然能从你嘴里 听到年终报表几个字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懒得跟你吵 没钱就是没钱 说再多也没有 这个表我要了 现在马上会包起来 等一下 这个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情侣表吧 好像还有一个 冷色钻石表盘是吧 哪里来的穷小子 你怎么会知道 这表确实还有另外一只 在另一个店呢 行 把我把两只都包起来 那只给我从那调过来 差不多了 我咖里是真的没钱了 你还让人把货调过来 这会把你到人家玩吗 您夫人已经刷过一次了 连其中一只表的钱 您都付不起 还两只呢 您还是别打扰我们做生意了 一个臭服务员口气倒不下 两只手表架成五千万 你知道五千万是什么概念 足够买你这条戒命 别以为自己帮上了个富婆 还把自己真当成一碗菜 荣耀啊 姑妈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跟这种穷鬼结婚 不然到时候 她把你骗得血本乌龟 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不过我可警告 这可是流氏的钱 你要是拿着流氏的钱 去养个小白脸的话 那我就召开董事会 罢免你的耻吻 这店你放心 这个表呢 是我买过来送给我老婆的 绝对不会花你们流氏一分钱 装的还挺像 你们这儿不是出了名的奢侈品牌店吗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呢 是啊 我们这可是高烧品牌 不怀疑你们这种穷人 你们也不看看自己 配来我们这种店吗 保安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保安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表姐 要是外公知道今天的这件事情 那他老人家该对你多失望啊 老爷子这个人哪 一辈子就爱面子 他要是知道自己选的继承人 最后被保安带走了 哎呦 我可得赶紧拍下来 给老爷子看看 走吧 人的批货卖出去了 上海集团委款结算 到时候再回来哪是表吧 相信我啊 买得了 这样吧 这个 总够了吧 好卡 这什么卡呀 见的没见过 和刷得出吗 所有银行的顶级金卡 我都有见过的 你这家是哪个银行的 不会是你工作的那个饭店 给员工发的福利卡 侄女儿啊 你这从小跟这爷爷一块长大 他是怎么教你的 这做人哪 不能爱慕虚荣啊 这银行卡都不是 plusG都刷不出 我看你们是存心来捣乱了吧 瞎了你的狗眼 这是盛海集团自己的顶级黑卡 根本用不上PostG 凭借这张黑卡 可以在盛海拿走 持卡人想要的任何东西 这位先生 您是要这只手表 和另一只粉丧款是吧 我立刻给您包起来 除了这两只表以外呢 这里跟某些人我也不生气 我明白 您放心 你被辞退了 赶紧滚 对不起 夫人 是我以为也不是台山 您 您别哭一番见识 你刚才不是还挺得瑟的吗 你可别求我啊 我对于你这种 踩地扑高 脸珠子长在头顶上的营业园 生不出半点通行 我 我不是呀 对了 这种品级的店 没有生的 没有品级的人 应该是进不来的 你觉得你们俩还站在这合适吗 这怎么回事啊 他不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吗 怎么可能会是 盛海集团的制作VIP啊 你到底查清楚没有 他该不会是什么隐藏身份的大人物吧 妈 刘萌摇前几天 花一个月三万块钱找的服务员老公 你当时不应该也在现场 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啊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家事背景 请吧 你给我等着 等明天爷爷寿宴的现场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好过 我 你给我老实交代 那张黑卡哪来的 你怎么会有盛海集团的卡 你之前是不是骗我 还是 你借了什么高利贷啊 你真的想知道 哦 行 那我就偷偷地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你耍流氓啊 你耍流氓啊 我不小心碰到他 傅宇川 我跟你讲认真的 你别嬉皮笑脸的 你要是真的接着那个高利贷 赶紧把表还回去 我知道 男人嘛 都要面子的 但是 真的不至于 我都跟你说了 真的不是高利贷 是因为上次 我不是去盛海集团 帮他们修会设备吗 修完了 王成就跟我说 副总刚好缺一个司机 那 副总的卡怎么会在你这儿 算了 算了 其实我就是 好 我知道了 你在盛海集团找了工作 你找到新工作 怎么不跟我说啊 我们应该要去庆祝一下的呀 对啊 就是上次在盛海集团嘛 王成跟我说他缺一个司机 我就答应了 诶 不对啊 你给副总当司机 也买不起这么贵的表啊 这个 哦 难道是副总送你的新婚礼物 这新老板挺不错啊 行 你这么理解呢也没问题 所以说嘛 就是买这个手表的钱来路正当 反正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不是借高利贷我就放心了 不过还是赶紧把那个表给退了吧 副总送你的新婚礼物 肯定也不乐意你买这么贵的呀 毕竟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过来的 刚刚过把影就够了啊 这点你就放心吧 副总不会在乎这点小事的 接个电话啊 喂 王成 老爷子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你放心 全都安排的偷偷当劳 哟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听说你们昨天花五千万 买了两只手表 表呢 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前几天贱卖的那批货 应该让孙家元气大伤吧 这点损失我们还是承担得起 不过我听说你老公 昨天竟然敢在盛海集团旗下 用一张假的黑卡 骗走了两只手表 区区一个服务员竟然敢制作黑卡 得罪盛海集团 你们就等着去坐牢吧 什么 那个黑卡是你伪造的 昨天不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看起来这么想骗人的人吗 他怎么说只是因为 他不知道我在盛海 对呀 曾瑶这个傻子 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盛海集团 给总裁当司机 还一说咱们伪造黑卡 是吗 那你报警好了呀 我老公就是有本事 拿到盛海集团的黑卡 有本事的话 你也去拿好了呀 好 刘沐瑶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咱们走着瞧 你确定没事吧 孙瑶这个小子 不会有出什么阴招对付 放心吧 走吧 别耽误了爷爷的书票 谢谢您了 爸 您看着 有心啊 有心啊 爷爷 我和雨川来给您助手了 爷爷 这人啊 你选的确实有点着急了 可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这样一来啊 爷爷也就放心了 爷爷您放心 雨川对我很好 而且她也很上进 找了份新工作 这份工作恐怕上不了什么台面吧 孙瑶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爷爷 您生日怎么还邀请孙瑶来了 您别忘了 当初她是在背后已经折腾我们了 不说这些了 我和孙瑶的爷爷也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 你临阵毁婚 人家多少有点情绪也很正常 哦 对了 今天是爷爷的寿采 你带了什么礼物来给爷爷 何事啊 外公 不如您先看一下我给您带来的礼物 这可是孙瑶啊 花了很大的力气 终起来的 哦 来人 外公 这是盛海集团招标会的情节 什么 盛海集团这张情节至少价值百万 即使我们柳家无法达成合作 就是过去露露脸 以后在业界也会随长船高的 外公 这个情节 可是孙瑶花了很大的力气弄来的 您看要不要就让我代表柳氏集团 去参加这次的招标会呢 可现在柳氏的总裁是孟瑶 你却恐怕不合适吧 爸 你以前就说过 有能力者居之 现在这张情帖 是瓦文和孙瑶两个人一起弄来的 怕是孟瑶拿着这张情帖去 人家也不会让他进 您又是不乐意的话 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就错过了 这张情帖 公布 老颜子 是这样 其实啊 最近孟瑶也在接下 深海集团的招标完颜 这样吧 如果我们拿不到这张情帖 那让他们俩去 无可厚备 好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这件事你做的很好 如果能够帮助柳诗 和深海集团达成合作 以后 你见董事会来吧 谢谢外公 我肯定会努力的 也不知道姐姐这次来 是带了什么礼物给外公出售呢 有你和孙瑶这张深海集团的情帖啊 不管他拿出来什么礼物 你外公都不会再开心了 不过没关系 毕竟像我女儿这么优秀的人 不多了 你刚才干嘛拦着我啊 不如就跟爷爷说 我们也有深海集团的邀请喊 看着林文文小人都这样子 不我就来气 青年在家放着呢 总不能向他回去拿吧 再说 咱们就算赶得及 爷爷已经收过的礼物 再说第二次 也不会更惊喜了 说了也是 可是 我准备的是一只百年野山山 说不定也比不过 那张蜆蜓 怎么会呢 放心吧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嘀嘀咕咕这么久 不会连刘老爷子的礼物 都没准备吧 算了 莫瑶为柳氏的事 操心太多 我的生日忘记了 也算了 怎么会爷爷 您的生日我肯定记得了 还有礼物 是因为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这边放不下 我们都放外面了 吹牛都不打草稿 既然拿了这么多 那你就拿出来 好让我们大家伙 都开开眼啊 别胡说 我拿来准备什么礼物 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上寿礼 这是徐备红的真迹啊 齐白石的古本 还有长白山的千年后人参 圆青花的瓷器 这这这这每一件都 价值连长 有价无市啊 你老实说 你哪来这些东西啊 你老实说 你哪来这些东西啊 既然是爷爷的大事 就别煞风景了 回头再给你解释啊 你回去就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你就死定了 你放心吧 这些东西 绝对懒入清白 这些礼物 价值太珍贵了 爷爷我可不能收 爷爷 这些礼物啊 都是孟瑶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从全国各地搜了来的 你们说你要是不收 孟瑶多傻心 好好好 这才不愧是我的好僧女 把爷爷的生日 记在心上 还这么愿意花心思 爷爷已经很高兴了 姚哥哥 看把他们两个给夺益的 你好不容易才拿到 深海集团的今天 谁想说的 就比他们两个更巧了 不行 要是让刘老爷子 看中刘孟瑶 到时候你要继承 有时几年的早餐 就更不容易了 刘老爷子 我看这些东西 都不像是真的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的亲孙女 会给我送来一堆假货 您别生气啊 我也是为您着想 您看今天的宴会 来了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 要是一会儿见上的时候 有假货 那可不是丢了咱们刘家人的脸 你说的没错 这些东西的确价值太珍贵了 可是我也不懂鉴定古话呀 那既然这些东西都是孟瑶买的 发票总会有吧 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哪来的 我怎么可能有发票 没准了还真被酸瑶说对了 这些可能是假货 算了 要骂就让爷爷骂我好了 毕竟宇川也是一番好意 爷爷 我没有发票 什么 难道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假货 我就说了 差点就被表姐给骗了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敢在外公生日宴会 这么重要的场合 拿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蒙骗外公啊 爸 我早就说过 孟瑶这孩子冷心冷肺 清清淡淡 现在可好 连您的寿宴 他都敢这么敷衍着 算了 把这些东西都收到仓库去 不要忘了摆了 你看看你把爷爷骑成什么样子 他有脸呆到这儿 来人呢 把他们两个人给我赶出去 慢着 这些藏品呢 都是从个人收藏家手里收来的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发票呢 孙瑶 我看你还是不够格 在这个圈子里面混连这点基本的常识 不知道吗 这说的也没错 卖古董的都是熟人圈子介绍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尤其是这种顶级藏品 怎么可能还开发票呢 这松家在咱们这儿就是个三流世家 不知道也很正常 我的意思是 你说这些东西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当然不是 我和名品收藏港的王館长有一些私交 这样吗 我要不把他叫过来 是真是假 一问便知 吹什么牛呢 你竟然还能认识王館长 今天你要是把王館长请过来 我把他拖拧下来给你当球蹄 把人去接王館长 让他现在立刻过来 一个酒店端盘子的服务员 竟然说自己认识王館长 真是笑跳打牙了 姚哥哥 我看啊 他肯定是遭遇了什么脑子坏掉的 这毕竟刚抱上了个富婆 想着自己终于有一天出人头地了 但是没想到被姚哥哥当众打脸 只能死 牙子嘴硬呗 闭嘴把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把你姚哥哥学狗叫的视频发出来 我还真的听说 孙瑶在盛海集团大门口学狗叫 原来是真的 还得是我们刘总啊 手里什么视频都有 放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柳孟瑶 我今天就不合你吉强 咱们现在就等王館长过来做鉴定 别闹了 这闹下去受不了场的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 好吗 王館长到 哎呦 总算赶上了 没有迟到吧 还真是王館长 您学富武车盛名在外 我一直有心结交 就怕收藏的这些东西入不了您的眼 孩子您客气了 这些话 怎么样 不是讲吧 当然不是 这些话 还有瓷器 任何一件拿出来 都是传世佳作 只要拿出一件来 都可以当做传家宝吧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话如果都是真的 这价值十个亿啊 哪来这么多钱呀 我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 这些礼物呢 都是孟瑶为了爷爷的七十大寿 特意准备 花了很长的时间 从全国各地搜了来的 就是为了给爷爷一个大大的惊喜 只要有心 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这份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两个赶快坐下 好的爷爷 哎呀 刚才 是不是有人说 要把自己的头给拧下来啊 怎么 这话不算数啊 哎 孟瑶啊 刚才开玩笑的 您别介意啊 行了啊 你的头呢 我就不要了 只不过今天是爷爷的寿辰 按理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结果被你搞得乌烟瘴气 我看啊 你还是别呆在这儿了吧 保安 送账 你 你敢 老爷子 我也送你来老爷子 要走走 你给我等着 咱们走着去 这柳氏集团虽然有钱 但也不止于让柳梦瑶这么挥花 两天前他连两千万的手表他都买不起 怎么可能现在有十亿的藏品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这些收购的藏品 全是他挪用柳氏集团公款带来的 肯定是这样啊 怪不得他忽然变得这么了解 他敢贪污公款 到时候 我一定解放他 你老实告诉我 今天爷爷收银上的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 不会又是那个 盛海集团的富士总裁 给你的吧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他呀 倒不白痴啊 你说 那两只手表 是副总送你的新闻礼物 这种理由 虽然牵强 但是勉强还能相信 这十几亿的收藏品 家里没地方摆 全都给你了 老婆你能不能稍微轻一点 真的好痛 这没事吧 我也没太用力啊 骗你的了 这批礼物呢 当然不是送给我的了 是副总呢 想借我的手 以寿宴的名义 送给老爷子的 不白痴啊 这么贵重的东西 说送就送了 这老爷子是不是 一直想捐一批文物给王館长 副总也是那么想的 你想 就这么好的一批文化瑰宝 放在博物馆 让大家欣赏多好呀 那是个好事吗 他直接捐出去不就得了 干嘛还要肉着歪 先送给爷爷当寿理 然后再让爷爷自己捐出去呢 所以说嘛 哎呀 副总真的是一个 心地又善良 又淡薄名利的人 他只是想默默地 在背后做他的好人而已 多好的人 那你这么一说 副总人确实还挺好做 哎 如果你放心 爷爷肯定不会私吞这批书画的 他老人家早就想把自己的收藏品捐出去了 是觉得自己的藏品不够好 所以说嘛 这就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巧合而已 好 你说的还挺轻松的 差点没吓死我 下次要是再有这种惊喜 麻烦千万其告诉我好吗 谢谢 喂 盛牧总 您说要约我吃饭 顺便看我的照片说 好好好 我一定到 看来我们集团可能真的要更上一层楼了 哎 沐阳 其实啊 我觉得你以后 要是见盛海集团的人 不一定要带着我 因为我这个人嘛 就天生就比较内向 然后也不太喜欢出门 你上次在爷爷的寿宴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而且我们这次不是去盛海集团 是去见集团子公司的孙副总 所以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一见到有钱有事的人嘛 我就心虚腿软说不出话 所以我还是在隔壁的咖啡厅给你啊 哎哎哎哎 回头 你必须陪我进去 谁叫你是我的福星呢 走 孙副总 不好意思我没迟到吧 孙副总 你没事吧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这就去楼下给你买一件新的衣服 不至于吧 这不就湿了一小片嘛 过一会就干了 那怎么行 毕竟是我吓到孙副总 你等我一下 我这就去买 不用真不用 傅先生说的对 这奶奶酒没关系的 我待会还有事 咱们先看一下标树吧 先看标树 新的你们帮我看一下 您坐您坐 这很热吗 看孙副总 一直擦汗 咱要不开会空调 开什么空调呀 都快入冬了 你到时候感冒怎么办 刘长 您不用管我 我先帮您把这些错漏的地方给盖了 哇 这个盛海集团也太好了吧 竟然让副总来帮忙给标书 这个盛海集团也太好了吧 竟然让副总来帮忙给标书 是 说明这个孙副总 人还是挺不错的 乐于助人 这以后在盛海集团 那不得大有作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能得到傅先生的肯定 我真的是不敢当啊 您还别说 我老公虽然在声音上不懂 但是他这张嘴真的灵了 说不定一下回 真的就生自加薪了呢 多谢刘总 多谢副先生 刘总 您这次的标书 做的还是特别用心的 我标注这几个地方 回去再重新查查资料 这次中标啊 非您莫属 真的吗 多谢孙副总 帮我这个忙 一会儿一定让我老公 好好给您喝一杯 不用不用 我还有事儿 我就先走了 有您二位的这个镜头预言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先走 谢谢 谢谢 这个孙副总人也太好了 你看一听到我说 他要升职加薪 那个嘴笑都会裂开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俩都是自带服气的 这个孙副总吧 可能真的要升职加薪了 我虽然真的很想陪你一起去 但是我今天感冒实在太严重了 你别说话了 喝点水 早点休息 我又不是一定逼着你去 虽然你是我的福星 但是这次招标会 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一定没问题的 我虽然不能陪你一起去 但是 这个吻就当是我陪在你身边吧 哎呀 你从哪学这么肉麻的话 那个 你好好休息 等我好消息啊 这个铃声会不会有点太幼稚了 这可是我的专属铃声 只要你一打来 就招数我了 千万不准换啊 我先去收拾 走了 咳咳 让他们准备一下 我会私下去这次宴会 记住啊 不要惊弄任何人 表姐 你今天打扮得挺漂亮的呀 不过今天呢 可是盛海的私人宴会 不对外开放的 你就算穿得再漂亮 也只能跟那些不入流的女人一样 在门口当迎宾小姐 哎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 你那个服务员老公 不会连一件新样的西装都没有 干脆就不敢来了吧 嘿嘿嘿 孟瑪 你早说嘛 我那倒是有很多西装 够她装模作样吧 说够了就赶紧滚了 我还得去投标呢 没空跟你们在这胡扯 说够了就赶紧滚了 我还得去投标呢 没空跟你们在这胡扯 你该不会是想从我们的邀请函进去吧 自己没本事 想让我和姚哥哥帮你啊 也不是不可以吗 要不这样吧 只要你诚心实意地求我呢 万一我一开心呢 我们就带你进去了 不仅要求饶 我也让你学搞将 把视频拍下来 发到网上去 否则 你今天休想进入这个大会的大门 你们两个真的是蠢到一块去了 我既然会来赴宴 又准备了标书 怎么会没有邀请函呢 你会有盛海集团的请帖 这怎么可能啊 装模作样 你要是有邀请函 早都进去了 就是 完了 我就准备标书 忘记拿请帖了 表姐 我劝你自己识相一点 自己滚出去 因为到时候被人家保安丢出去了 你丢的可是我们李家人的脸 保安 这里有人没有邀请函 还想混进招标会 这种人 是不是应该直接赶出去 你的请帖呢 我我拉家里了 我让我老公送过来 马上去走 这里是私人宴会 没有今天就赶紧管 住手 住手 王特助 您怎么来了 他是过来故意捣乱的 我已经和保安说过了 把他赶走 柳小姐是我盛海的贵客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敢嘴乱他 王特助 他连邀请函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盛海集团的贵客 就是啊 王特助 不好意思 我老公生病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 比较着急 就忘记拿了 刘总 您不用这么客气 教我小王就可以了 邀请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您能来就可以了 柳小姐是不是我盛海的贵客 我还能不知道吗 倒是某些人 拿了张请帖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刘总 请 谢谢 怎么回事啊 这个小贱 他怎么可能成为盛海集团的贵客 邀哥哥 你觉不觉得这个柳梦瑶 他和王特助的关系不一般啊 我就知道 柳梦瑶这个贱 他肯定私底下勾引了王特助 所以他才能进得起这么高端的恋会 没错 肯定是这样 等我有机会 抓住他们两个人的把柄 到时候盛海集团开除了王特助 我看他柳梦瑶拿什么好刀 就是 走 刘总 你把标注给我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次请来的是集团几个董事一起审核 在晚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就宣布是谁中标 我那边还有点事 暂时先适配了 好 那你先忙 我自己带着就行 好 表姐的手段可真高呀 竟然勾打上了王特助 怪不得能混起来这种恋会 林婉婉 你什么意思啊 说清楚 林婉婉 你什么意思啊 说清楚 林婉婉 你什么意思啊 说清楚 非得让我把话说得这么直接呀 要不是你勾打上了王特助 就凭你 这么高级的宴会 你怎么可不进来 某些人心脏 看什么都脏吧 孙家在云城不过只是个三流世家 至于他是怎么来到这个邀请函的 不会是陪酒陪出来的吧 你说什么呢 柳梦瑶 你少在这儿跟我胡说八道 这位是盛牌今天的张总 这次回国呢 是专门负责明月湾的开发计划 我和张总呢 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看到没 这就叫人脉 这位小姐是长得很漂亮啊 我觉得就是娱乐明星 眼睛这么好看啊 她呀 可是不是硬彩 刘梦瑶之前是我的未婚妻 不过现在嘛 嫁给了个服务员 服务员 那真是可惜啊 不过我觉得以柳小姐的身姿 还有更好的去处啊 要不考虑一下 跟了我 我一个月 给你二十万 怎么样 表姐可真值钱啊 张总这个价格 二十万 可不低了 这种明码标下的事 更适合你 我就不奉陪了 别着急啊 要不三十万 你好好考虑考虑 否则 这次招标会 你的招商数可救 你在威胁我 你在威胁我 不敢不敢 我只是啊 给柳小姐提个醒而已 在盛海这样的大公司 站队 可是很重要的 如果站错了的话 那不就白来了 和你这种人搅和在一起 才能拿到盛海的合同 这种事 不要也罢了 可真是够辣子呀 不够我喜欢 这样的性格呀 玩自己才够近 张总 只要你喜欢 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 要不 这次我们和盛海签约的事 你看 我在盛海集团 可是有实权的 只要我一句话 谁敢问我面子 那就好 只要能签下这个合同 除了我们开始说的 两个亿的半点 有梦瑶这个女人 我一定想办法给你送上车 还是你有眼皮筋啊 那这个招标会 你就放心吧 张总办事 我肯定放心了 那就拜托了 写的什么破烂不是 就这水平啊 这群人也敢参加招标会 这是 那个女人写的 水平怎么这么高 怎么可能 张总 这是干什么 我提前过来看看 到时候招标的时候 心里有个底 这不合规矩吧 曾副总 虽然我刚从海外调回来 但是我在这公司 当总经理的时候 你还在我手底下 当一个销售主管呢 怎么 马上就要升职了 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 马上就要升职了 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 我是想提醒 这里头可是有总裁夫人的标注 你别弄错了 不过既然你要摆架子 我就何必这麻烦 张总说笑了 您是老领导 自然是有分寸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个女人写的水平怎么这么高 那这个招标会 岂不是非她莫属 那我两个亿的烦点 岂不是 不行 不能让到时候俩子给飞了 在盛海这份合同 我说了给谁 就是谁的 不好意思 让各位就等了 接了招标会 结果已经出来了 柳梦阳 要是你现在向我道歉求饶 说不定我拿到标收之后啊 还会外包几个项目 给你们了事 让你也赚点钱 我看你这还没睡醒吧 大白天的就在做白日梦 一会儿你还是好好照顾自己 别找我药相了就行 我看你要嘴硬到什么时候 表姐 我来的时候外公可说了 要是我能拿下这场招标 那我在董事会上 就会有一席之地 你可是要小心了 因为到时候 你连总裁的位置都保不住 就凭你这个脑子 想进董事会 恐怕也干不了多久啊 这次选举 是由我盛海集团的几个经理 一起投票选举出来的 现在 让我们来恭喜今日的中标者 他就是 孙瑶 今日最后中标者是 孙瑶 什么 既然是孙瑶中标了 谁要是拿到这次中标权 对接的可是牵印象吗 快别说了 赶紧去给孙瑶敬酒 有了这笔项目啊 以后可就要叫他孙总了 好好好 感谢大家 给我孙瑶这个面子 这次中标之后呢 我们还会挑选 其他项目的合作伙伴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都可以过来找我 这么用心心的招标说 怎么可能会输给孙瑶 这怎么可能 我也看过总裁夫人的标说 质量上场 就算没有总裁打招呼 这层标说也愿意胜过其他人 更不可能输给孙瑶啊 我得去请示一下副总 孙瑶招标说中选原因是什么 可以公开吗 难道大家不好奇 这刘总的胆子可真大啊 竟然敢公然和上海集团叫板 可是孙瑶的实力谁不清楚 你说就凭他 难道上海的标的肯定有什么猫腻 真想看看标说 对 让我们也看看标说 有没有 这是盛海集团的决定 你算老气啊 就在这儿闹事儿 闹事儿 我看是有些人做贼心虚吧 既然标说都中选了 不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不过分吧 柳小姐 在这么大的场合 不像我们盛海集团 可是要负责任的 来人 将他给我赶出去 将柳车集团拉黑 盛海集团 任何人都不许与他合作 我看谁赶 我还以为谁这么大威风 原来是张平原 怎么了 初恶待了几年 回来架子变错了 总裁 你怎么亲自来了 是这个女人 她说我们公司暗箱操作 传出去啊 对我们盛海集团不利 所以啊 我在这儿把她赶出去的 是吗 既然她这么说 说明她也有一定的底气 对吧 柳小姐 这位副总裁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 是的副总 我希望 能够公开这次的标说 要是我寄不如人书给孙瑶 那我心服考虑 柳姐 那如果能证明我们在标书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要表现 对 我说到做到 张总 那就把我的标书拿出来 让她说得心服考虑 这个臭标子 我好几次都栽在她手里 这次 一定要好好给她个教训 这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你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吗 这个标书一个根本就不是你的 真的是两个姚子 这两个水 这全都是我馅儿 张总 那怎么办 把这次中标的作品给我吧 总裁 这件事就不劳烦您费心 我一定要把它处理好 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生意的 要那可不行 必须得当着大家的面解释清楚了 这样才能给我们公司证明 副总 这就是这次中标的标书 看看上面的名字到底是谁 总裁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 这个标书 就是柳小姐 递上来的 中标的 就是柳世纪团 我就说 我怎么可能输给孙瑶这个废物 原来是你想占我便宜 该不会 孙瑶用了什么手段 送您一些礼物吧 这个贱人 口说无皮了 贱人无险了 找死 找死的人是你 把他给我带走 让律师陈立专案组 对他进行调查 如果他真的有 收受贿赂的行为 直接提起诉讼 涉处他的职 是 来人 素材 我错了 饶着你走 素材 我错了 这因为你们两个 还给我滚 是 是 我们这就滚 小姐 请问 我有荣幸 可以请你挑事物吗 副总 谢谢你今天替我主持公道 副总 不然我这个月的新鞋 全白费了 没事 我还得感谢你呢 要不是因为你 我都不知道我们公司有这么严重的 细致行为 不过说真的 小姐的标识写得真的不错 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我很放心 谢谢副总 副总您放心 我一定处理好工程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过 副总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点眼熟 咱是不是在哪里见你了 嗯 嗯 嗯 确实有很多人说 我长得可能像某个 女性 你这个话 跟我老公说的一模一样 总裁 老夫人来电话了 说是要您务必接听 哦 知道了 那我就有事先走了 后悔有情 哦 对了 嗯 肯定备了衣服 对吧 啊 我肯定是被傅宇川传染感冒 居然都出现幻觉了 怎么会把副市总裁 用穿傅宇川呢 傅宇川 你竟然不就有电话 回去你死定 怎么听到 傅宇川实际的音声在响了 声音是什么 穿傅宇川的这种感觉 可能是傅宇川 我是感冒发烧 在家躺着呢 我喜欢 我是感冒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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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 有了 陈雪亭 在一道高 有了 你到我这来干什么 哎 副总 我是来招牢的 你没想到 傅宇川 是吗你 我不是 莫宇川 果然是你 你搞什么呀 怎么跟副总穿的一样 出现在晚宴上 你该不会 谁说我 不是可以瞒着你的 你该不会 除了给他当司机之外 还要给他当替身 出席什么危险场合吧 对对对对对 哎呀 孩子老婆聪明啊 咳咳咳咳 你看我出门之前 其实烧的都已经不行了 为了工作 还得过来吗 你和这个副总 也太不把员工申请当回事了 你辞职 我养你 你和这个副总 也太不把员工申请当回事了 你辞职 我养你 那倒也不用了 总也不能一直靠老婆一样 再加上这工作 其实工资也挺高的 再干个几年吧 行吧 哎 不过 你今天穿这一身 还挺像养吧 是吧 我差点没认出来 这个也是副总的嘛 副总 这有文件事我们先下载 刘总 哎 怎么回事 我老公都发烧了 还让他加班 我们公司也太没人情了 发烧 假发 咳 咳 要是副总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跟我老婆就先走了 要是还有什么事呢 可以给我打电话 啊 哎 好啊 那你慢走啊 看来我们副总这回是真陷进去了 可夫人正义官 您不太好过呀 先生 你还有心情喝酒 刘孟瑶现在签下了签议订单 外公根本就不会把柳氏集团的股份转让给我 找什么急啊 他刘孟瑶拿下来的开发协议 只要我们在老爷子面前一口咬定 是我们签下来 他刘孟瑶能怎么办 难道他还会把副总请过来 为他作证不成 但是这能行吗 张总已经被抓了 我们在盛海集团根本就没有靠山了呀 我的本事 你还不相信呢 姚哥哥 你真坏 拿到了盛海合作的合同 这下公司就真的安忍无忧了 所以 我决定给你转工资 赢给五万 OK 这么多钱 我也花不了呀 谁叫你是我的福星啊 而且对点钱不算什么 等这个项目结束 我们就去马尔代夫里游 然后住上一页 怎么样 行 都听你的 接电话 喂 妈 怎么给我打电话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我告诉你傅宇川 你要是再不回来 你就等着给我和你爸做葬礼好了 我看你呀 是要活活气死我们 不是妈 我不是最近刚刚结婚了吗 所以就我挺忙的 这个月就回不去了 你结个婚你折折掩掩掩的干什么呀 你妈也不是那种闲贫爱富的人 家里穷点也没事 毕竟谁能比我们家还有钱吗 赶紧把你媳妇呀带回来给我和你妈看一看 主要是吧 我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比较复杂 这样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是你妈咋的吧 没关系啊 我可以陪你回去看看 毕竟你在爷爷面前帮我不少 我应该帮你应付一下的 哎呦 是不是孟瑶呀 宇川呀 在我面前提起过你好几回了 你要是能和他一块回来看看我们两个孤寡老人 我们得多高兴呀 你放心妈 这个周末我和宇川就回去看您 门不了路 你这两年的确是长本事了 连盛海集团这么大的公司都能达成合作 实在是厉害 外公 这还是我们孙瑶哥哥他有本事 所以我们才能拿下这个合同 孟瑶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这笔合同足可以弥补我们两家的裂痕 我看你就进董事会来吧 全当是对你的奖赏 谢谢外公 爷爷 那林婉婉进董事会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笔天意合同的是我们婉婉拉来的 他要进董事会的话 那董事们都是同意的啊 你说合同是婉婉拉来的 当时在会场是什么情况 不用我多说吧 小孟瑶 你别逼我在老爷子的面前撕破脸 你和王琛的那点破事 我知道你一清二楚 大不了 我们鱼丝往铺 表姐 外公的身体一向都不太好 你说要是让他知道 你在外边给男人当小三 他会不会起出院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让他们俩装去吧 反正只包不住火 到最后看他们俩受不了场 不是更有意思 好 你们在爷爷面前装枪做事的样子 等到时候功臣开工了 我看你们怎么赢这个话 这事儿啊 用不着你来操心 柳梦瑶 你要在老头上这么多年 也该是我杨梅吐气的事 这个位置啊 不还是努力做手 缺缺一个副总的职位 你就满足了 姚哥哥 这个副总的位置 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呀 但是要想让爷爷 背出柳梦瑶总裁的位置 那就够不容易 你看看这是什么 傅家的家院请帖 没错 傅夫人急着后 设宴本城的名流权贵 是为了介绍副总的未婚妻子 也就是傅氏的少夫人 这位神秘的少夫人 肯定是某位傅家的大小姐 你要是能认识她 到时候 柳梦瑶拿什么合法点头 还是姚哥哥厉害 要是我们能跟少夫人打好关系的话 那这个合同 不就名正严慎的 要广太少了 这是你家 你不是在酒店当服务员吗 这不是我家 是因为我爸妈在这打工 他俩一个是保姆 一个是司机 主人家也是看他们工作挺多年了的 觉得他们勤劳可靠 就让这个房子暂借给他们住 你不会因为我家境贫寒 就嫌疾我吧 不会 都是凭劳动打工的 怎么会嫌弃 我还带好多理问呢 走吧 赶紧进去吧 太冷了 你就是梦瑶吧 他长得果然漂亮 我儿子眼光呀 就是好 他一直不肯结婚 我这个当妈的呀 要被他快气死了 你觉得女双挺好的呀 嗯 妈 爸 不在家 你爸呀 他去开会去了 很晚才回来 不用管他了 当司机还要开会 那确实挺辛苦的 司机 妈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一些礼物 对 都是一些养生的 您二老师 老公 什么时候当司机去了 我还没有梦瑶说我真身任劲 我说咱家是借主的 妈你别露笑 这年轻人玩的什么花样啊 我真是年纪大 跟不上潮流了 妈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 我不能听啊 没有 没有 妈 您做的菜真好吃 不愧是做了十几年的保姆 这个手艺就是不一样 保姆 对 我当保姆呀 好多年了 这玉川呀 和他爸没口福 你要是喜欢吃 以后呀 你常来 妈做给你吃 谢谢妈 妈 我听雨川说 你们给别人做工挺辛苦的 你们要是不长这么辛苦 可以搬过来和我一块住 就是 我那个房子不太大 你们不嫌弃就好 是吗 那在哪呀 翡翠湾 200多瓶的房子 是小了点 我这翡翠湾呀 有一套房子 700多瓶 你们拿去住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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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咱们家是哪来的房子呀 这套房子呀 是我和你爸 一辈子省吃俭用 攒的钱买的 现在 你要结婚了 咱们家现在也没有别的什么 只有这套房子留给你 你们呀 也别嫌弃 不用 妈 我自己也有房子 和雨川一块住也够了 你们房子这么大 我们也用不着呀 是有点大 其实呀 我还有 其实啊 我妈还有另外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妈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首饰要送给孟瑶 去拿呢 孟瑶 我差点忘了 你等等啊 还是肯定转移话题吧 不然 我妈要拿出的房产证 使她更夸张 孟瑶啊 这套首饰 是我从雨川她奶奶那儿继承来的 是留给咱们家儿媳妇的 这可是最顶级的祖母御守事 那在拍卖会上 起码得好几亿美金呢 玻璃做的不值钱 吓 我吓你一跳 我差点不敢碰碰它了嘛 东西是不值钱 但是呀 它毕竟是祖传的 你可一定要收好啊 谢谢妈 我会好好收藏的 这收藏什么呀 给你了你就拿去带 下回咱们家举办家宴 你就带着来 妈 您放心 我肯定带着 妈 我有点想上洗手间 我带你去 以后呀 你可要常来 这当分家就行了 这多来几次 不就熟了吗 妈 我会常来的 怎么办 那个 卫生间就在边上 你要不自己去 或者我让勤管家带你去也行 我想跟我妈单独说几句话 行 那我自己找 聊吧 妈 你觉得孟瑶怎么样 我很喜欢 你没看见 我把家传的首饰 都给她了 孟瑶这孩子呀 大气 眼神呀 清澈干净 妈很满意 行 你喜欢就行 不过呀 这咱家的家底 我想再稍微瞒瞒 人边露馅儿了 你放心 这点小事 妈还办不了吗 好 这是女车的房间吗 这家主人也太好了 竟然让保姆一下 读出事 这照片怎么这么严实话 VV 我一定会找到你 这是宇川的青梅竹马吧 孟瑶 你怎么找个事来了 我不是找洗手间吗 我一天就找到这来 也差不多该走了 走吧 走 嗯 你都拉我在这做了半个小时了 EM都抓了 想什么呢 叔叔 如果 我老公 其实我喜欢的人 我不喜欢我的天哪 什么 你这么漂亮 又能赚钱养家 她也敢在外面偷吃 那不是这么说 毕竟我们之间 只是七月毁灭 一年后 这个婚事也就结束了 她有喜欢的人 我也没有做过 什么七月毁灭 你这分明不动的真心 要是真的喜欢她 干脆找她问个清楚 反正又不吃亏 说了 好了 你陪我回去呗 姐妹之夜 喝个痛苦 看 那边坐的不是柳梦瑶吗 那只咳水来了 就有人来送枕头 王哥 那娘们儿和我有点恩怨 您看 能不能帮我吓不吓 顺便 让她帮我在一个合同上 给我签个字 没问题 小失意中 正好 我今天要邀请那位大老板 看这女人长得也挺好看 倒不如把她送过去玩两天 那当然是可以了 只不过 那个女人是一只带刺的女儿 你小心到时候被咬了 一个女人儿面能掀起多大的风乱 你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吧 美女啊 怎么一个人喝梦酒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请你 滚开啊你 别给你 你滚开我 你们是谁啊 想要钱是不是 行 我给你们 拿钱赶紧走 美女 我们不要钱 而且你这个人 更值钱 把她带走 别碰我 放开我 我老公很厉害的 要是掉一根头发 我老公我也放过你们 没碰我 放开我 是不是有人对你不利 喂 臭 别跟我耍花招 你也不打听打听 整个云城 谁敢惹我王豹子 给我带走 放开我 喂 潘瑶 怎么了 副总 原居长 给我追踪夫人的下落 我对了还有个叫什么 王豹子 给我去传她的理性 夫人要是出任何问题 我拿你示威 副总放心 我这位都给上海所有的力量去查 就算把整个云城翻个底朝天 我也务必把夫人找回来 长得可真好看 今晚上把我伺候舒服了 以后好处少不了你了 我可是柳氏的总裁 你敢惹我 我不会放过你 柳氏 怎么办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对付你这种 我有的是办法和手段 别碰我 我已经结婚了 你要是敢碰我 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 我调查过你和你老公 你老公 就是个端盘子的服务员 怎么 让他拿盘子砸我 今天你让哥哥开心了 到时候把你送给上面 要是把上面的人伺候舒服了 你那小破公司 请不是能赚越来越多的钱了 你放开我 你个贱人 最好别惹我 我有很多办法折磨你 知道吗 不想你在哪 快救我 住手 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连我的女人都敢碰 没事吧 小子 你怎么进来的 我告诉你 你这家会所算是开到头了 我已经跟警方打过电话 举报你们非法营业 就你啊 知道我背后的大哥是谁吗 你说的是 你们会所幕后老板 程伟是吧 滚进来 夫人 我说你家人 永远不是泰山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她是我老婆 你觉得你有脸说出这样的话吗 您夫人 你这蠢货 傅爷的老婆你都敢动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老大 我动手之前都查清楚了 她女后梦瑶 就是个小破公司的老板 至于她老公 就是个端盘子的服务生 端盘子的 你瞎了你狗眼 连傅爷都不认识 你找我子 别连累我 傅爷 夫人 您二位大人有大量 千万要高抬贵手啊 这种事情 你们不是第一次干的吧 有多少女孩子 就这样毁在你们的手里 还有脸让我大人有大量 宇川 绝对不能饶过这种人 你放心 王晨 找个律师团队 搜罗他们的犯罪证 至于你 我的律师会对你提起主要诉讼 夫人 饶路 我错了 下半辈子 你他妈就在给我牢里裹吧 怎么样 你今天是不是下坏了 幸好你及时赶到 不然我今天就惨 还好在这里都被抓 不过 你今天的样子 蛮帅呦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今天为了找你 真是动了我所有的力量 我知道 其实 你一接到我的电话 就拼命赶来找我了对吧 还别说 真的有 一丢丢小感动 不过你是怎么这么快找到我的 其实 我的真实身份是 你想好了再说 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对不起 我没想过要骗你 我只是 害怕失去你 总不说话 问你了 就是我在当服务员的时候吧 也认识了一些 有人卖的客人 所以求爷爷告奶奶 我测得知你最后的下落的 好 知道了 那 给你一个奖励吧 怎么了 不喜欢啊 那我走 这个才算是奖励吗 应该不过分吧 你 哦对了那个 今天王豹子在招任的时候 他说 呃 是有人在背后指指他们 我觉得应该是孙瑶和林文文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证据 这两个渣男见女 别落在我手里 否则 我非得给他们的颜色巧巧 你放心吧 这两个人 蹦的不了多久了 王万 这合同既然是你没签下来的 为什么这么久了 你也动静都没有 外公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 像盛海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想要开发地皮 这肯定是需要点时间的 老爷子 您放心 我已经打经过了 下个月肯定开工 嗯 什么 还要等到下个月 为了和盛海集团的合作 我们展情了很多工程 就是为了全力配合他们的工作 要等一个月 你知道公司亏空多少吗 外公 这个您放心 这孙瑶哥哥肯定会想办法加快合作的 没错 老爷子 您放心 我想想办法 这个月月底肯定开工 这还差不多 王万 这件事情做好了 外公不会亏待你的 我要到医院里去做副检了 你们尽快把事情办出 嗯 您慢走 谢谢外公 这合同就不是我们签的 什么时候开工都不知道 这怎么提前 那我们也不可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 你没看那个死老头子 他急成什么样子了 他万一要真的去盛海集团核实 那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有了 我们可以装成柳墨瑶的人 私底下跟盛海集团对接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活儿让柳墨瑶干 功劳 可全都是我们的 还是姚哥哥有办法 您好 您是来找王特助吗 但是没有预约 您不能随便进去 我可是柳氏的人 你们明月弯项的就是我们公司拿下的 这是你们盛海公司特别看重的项目 你敢瞒我 不好意思 不管您是哪里来的合作商 没有预约就是不能进去 你 您是柳氏集团的人 没错 我就是柳氏集团的 我就是柳氏集团的总裁 反正出门在外身边都是自己给他 他们又没见过柳墨瑶 除非副总新自拍 否则也没人能拆穿我 她是柳氏的总裁 以后见了她 都客客气气的 柳小姐今天是来商台开发合作的事吧 这件事暂时是我负责 柳小姐里面请 不好意思 我这就去给您倒咖啡 您稍等 柳氏集团是什么很厉害的公司吗 我也没有听说过啊 你真不知道啊 这消息在上海高层都传遍了 咱们副总的夫人就是柳氏的总裁 你刚刚得罪的 那可是总裁夫人 下次可别得罪了 什么 她是总裁夫人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这下完蛋了 柳总 您看看 这是我们盛海集团的策划方案 关于明月丸的开发计划 都在里边了 这第一期的投入 就有三个亿呢 对啊 这不是您给的标书吗 我们准备下个星期就开始动工了 因为上面特意吩咐过 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口 只要您的人一入场 我们就可以结算一笔收盘 那按照你的意思说 只要我们明天开工 我就能拿到一个多亿的手 是的 这个比例你还满意吗 要是不满意 我可以向上面申请 可以全顾预付 很好 我非常地满意 这样吧 那就从下周开始 你就等我的短信 等到了我的短信之后呢 记得打吧 哎呀 我到这次和孟阳结婚之后呀 这高速的事情是越发的不上心了 这么重要的时候 你竟然还能姗姗来迟 要我说 你这总裁的位置 要是不想好好做的话 不要给我们晚了呗 哎呀妈 您别这么说 表姐从小运气就很好 她就算什么都不做 她也能直接继承柳家的家业 毕竟她是柳家的千岁女孩 别阴阳怪气了 说得你好像干了多大的活死的 我这次来是为了盛海集团的合作 这笔单子足够支撑我们柳市五年的业绩了 是啊 可是这笔合作跟你柳孟瑶有关系吗 孙瑶 你是不是吃饱太咸没事做 真以为这笔单子是你自己签的 这合同啊 就是我跟玩玩一块钱的 难不成你想告诉老爷子 这笔合同是你签的 爸 要我说就是你太惯着孟瑶了 这合同明明是晚玩辛辛苦苦签过来的 她还想要工呢 孟瑶 我知道你不喜欢晚玩 但这笔生意是人家晚玩下了功夫辛辛苦苦争取来的 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抢人家的功呢 爷爷 这份招标书是我辛辛苦苦赶出来的 在盛海招标会上 人家可是亲口承认 这份招标书是为我而签的 表姐 既然你这么大眼不惨 那我就证明一下给你看 喂 周助理啊 我这边已经随时准备好了 你可以打款 好的您总裁 您稍等 我这边马上就打款 哎 财务发来消息 盛海集团打款了 你瞧瞧 我们叫晚玩一个电话 盛海集团就巴巴的把钱打过来了 你现在还敢说这合同不是我们晚玩签的 表姐 我一出手 盛海集团直接把几个亿的手款打了过来 而你呢 作为公司总裁 整天有手号写的 你这个总裁 你当的好意思 我这手号写 这份项目书到底是谁写的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孟阳 我实话告诉你 这份标书究竟是谁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能拿下跟盛海集团的合作 谁能给我们柳氏赚到钱 算了 孟阳 你结婚也没多久 爷爷特批给你放假 你和你那个服务员老公出去也有一段时间 公司的事情就先交给我们吧 爷爷 表姐 外公这两年生气不太好 你非要把他老公家气死才干净 看在爷爷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但我倒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有了盛海集团的合同 我看你拿什么给我盗 怎么了 今天不是去公司对接和盛海集团合作吗 怎么一片子气的回来了 别说啊 越说越恼火 这个林婉婉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盛海的人勾搭上 看一个电话 盛海进来直接打钱 都说副总是个商业天才 我看你不怎么样吗 手上的人简直一团糟 那这种事也不能完全怪副总吗 可能是打手下的人出了什么纰漏呢 回头我帮你去问一下 算了吧 你就是个司机 去问的话人家也不会打理你 改天我亲自去找副总问了明白 这件事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问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副总了吧 其实 我就是副总 哎呦 别入戏太深啊 上次去公司最接的 是柳氏的林婉婉 是你们谁答应你的批钱 副总 她一上来就说自己是柳氏集团的总裁 我还以为她就是夫人呢 就直接给她汇款了 没想到她是骗我的吧 要不然我让财务部门追回这笔款项吧 那倒不用 这笔钱本来就是给柳氏集团 只不过林婉婉敢冒充我的妻子 得给她点教训 这件事你要去安排一下 一定要让夫人满意为止 是 您放心 天佑 表姐 来收拾东西 听说你要去马尔代夫旅游 那我就祝你玩着开心了 是啊 只是我一走 不晓得某些人 看不看得懂这份计划书 谁看不懂这份计划书 你别以为这个世界里的你就赚不了啊 你要清楚 最适合柳氏集团总裁位置的这个人 是我 林婉婉 你不会真的以为 当总裁坐在这耍耍微风 抢走别人的标书就行了吧 你当不闯总裁 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 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把柳氏集团放在眼里 喂 喂 周助理啊 什么 你说我们的工程全部不合格 要全部重做 什么 你说我们的工程全部不合格 要全部重做 林总裁 这个标数不是你做的吗 为什么你下面的团队好像对你们的方案完全不了解 你作为负责人又不在现场监工吗 监工 开什么玩笑啊 我根本看不懂那些设计图质 而且去了工地 那不是晒得跟村姑一样吗 周助理啊 您看 这期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们的工程质量完全不大标 这也是一样的工程总裁 如果你们的公司还是这种施工制的 我们会解除合同 并且继续抗上 什么 解除合同 周助理啊 咱们合约都已经签了 你先 喂 喂 这 自作自受 表姐 对对对不起啊 我知道错了 我 我不应该抢你的功劳 但是现在事已至此了 这柳氏集团也付出了心血不是吗 你难道 要眼睁睁的看着盛海集团写出合约呀 哎呀 今天有点口渴 站了这么久 怎么没有人给我倒杯水呢 好 我现在立马给您倒水 您先坐一会儿啊 表姐 这是你要的水 是温的 可以直接喝的 嗯 但是我突然不想喝水了 我想喝 Coffee 好 我去给你倒咖啡 表姐 咖啡 你故意的是不是 没错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 你有本事抢这个项目 你就要有本事把它做好 我现在倒要看看 你到底怎么收场 没错 我当初就说过 你有本事抢这个项目 就要有本事把它做好 我现在倒要看看 你要怎么收场 没办法 只能先跟柳梦瑶这个贱人 服个软 表姐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我这一回吧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关乎到柳家 万一盛海集团 那真的解除合约了 那柳家不要跟着遭殃的吗 你还有点说 要不是因为柳氏集团是爷爷的心血 我一定会帮你 谢谢表姐 你只要答应我 帮我解决了这件事情 等这件事情过了 我一定会让外公 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这个合同就是你一个人签的 我以后 我绝对不会去公报认拉 过几天 我要去盛海集团 对接几个项目 你最好不要在背后 给我出什么妖蛾子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 莫瑶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儿多不安全啊 走吧 走吧 回家 不会 怎么会不安全啊 现在这个工地拦保 做得都挺不错的 而且我们也不用亲自施工 监督就行了 如果您害怕的话 我保护您 呦 这不是被柳家停职的柳总裁吗 怎么 跑到这儿和你老公搬砖呀 你们不是要去马尔代夫度假吗 你们要是没钱花呀 可以找我 对见我们之前 也是未婚夫异常 赏一点钱花 算什么 要不是林安婉求我 你以为我会来这儿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搞砸了柳 适合适合适合集团 你会放我 晚晚那是病急乱投医 工地上的事情 我早已经解决好了 哪里用得着你啊 这里的工人施工不严谨 根本就没有按照图纸来 你是怎么解决 哟 看不出来你还挺懂啊 这么专业的事情啊 像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 穷人思维 根本理解不了 王千里 咱们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你放心 我收了你的钱 一定帮你把事情办好 这里是施工重点 你们这种无关人员是怎么混起来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就是工程部门的监理 你就这么公然的收赃款 你谁啊 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哦 你们是柳适集团的人 我告诉你们 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 我要你们的建筑质量评级 每一次都不合格 王千里 别别别别别 你们要是没本事啊 就别连累我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走通了王千里这层关系 让他高抬一手 放我们一马 你们这样的话 要是被刘老爷子知道 到时候不会放过你们 爷爷要是知道 你是用这种手段偷控检测 他只会更生气吧 你们工程部门的经理是谁 给我把他叫出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啊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见的 你想见 我就得帮忙帮你喊过来 完了 把他们两个给我赶出去 干什么呢 潮潮荡荡荡 这儿是工地 你们当这儿是参事成 干什么呢 潮潮荡荡荡 这儿是工地 你们当这儿是参事成 陈总管 不是我们闹事 是这两个人 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在这里满嘴活说八道 而且还说要投诉我的 投诉你呢 投诉你什么 他们说我不按照规定 验收柳家的工程 陈总管 这公司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柳家的工程 那可是副总夫人的 谁吃饱没事称的 得罪柳家干什么 这副总夫人的公司 确实不能得罪 谁 你们两个 是不是故意来闹事的 没错 他们俩本来是我们柳市的员工 因为没有拿到和盛海集团的 合作邀请 所以故意过来闹事 这种人 要是能够随随随随随 进入工地 那我就有点担心了 你们盛海集团的管理 为什么也太输入了 您放心 我们马上要处理他们 你们可以把我们赶走 可是这个工程质量不合格 到时候出了事情 谁来担这个责任 工程不合格 这怎么可能 如果工程质量合格的话 他为什么会向这个监理 受惠呢 你作为经理 这点还是能力没有 这人怎么可能 也是 我好像出来见过一身 他说的是真的 你私下输出贿赂 乘证 你可不要贴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这是 糊涂的诬陷了 是不是诬陷 就看你们赶不赶出检测报 王特助待会过来亲自视察 在这个节骨羊上给我出烂子 你给我吃一杯子老饭 你给我吃一杯子老饭 干什么呢 吵吵闹闹闹 这儿是工地 你们当这儿是菜市场 陈总管 不是我们闹事 是这两个人 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在这里满嘴胡说八道 而且还说要投诉我的 投诉你呢 投诉你什么 他们说我不按照规定 验收柳家的工程 陈总管 这公司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柳家的工程 那可是副总夫人的 谁吃饱没事称的 得罪柳家干什么 这副总夫人的公司 确实不能得罪 谁 你们两个是不是 故意来闹事的 没错 他们俩本来是我们柳市的员工 因为没有拿到和盛海集团的 合作邀请 所以故意过来闹事了 这种人 要是能够随随随便便 进入工地 那我就有点担心了 你们盛海集团的管理 魏梅也太输入了 您放心 我们马上要处理他们 你们可以把我们赶走 可是这个工程质量不合格 到时候出了事情 谁来担这个责任 工程不合格 这怎么可能 如果工程质量合格的话 他为什么会向这个监理受惠呢 你作为经理 这点拍手能力没有 这人怎么看着眼神 好像出来见鬼神 他说的是真的 你私下输出贿赂 陈总管 你可不要贴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这是糊涂的诬陷了 是不是诬陷 就看你们敢不敢出检测报告 王特助待会过来亲自视察 在这个结构要让我出烂子 你给我吃一辈子老饭 王特助待会过来亲自视察 在这个结构要让我出烂子 你给我吃一辈子老饭 陈总管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这个检测报告 看在刘霞的面子上 我也没有按照规定出来 这么大事 你敢瞒着我 要不是看着 你跟着我好几年来份上 你今天死定 是是是 这是我们深海集团内部的事 跟你们没关系 赶紧乖 陈正伟 跟你们没关系 赶紧出去 好他的胆子 我都要看看这事 诶 董事长 我们去亲自一个介绍 副董事长是咱们副总的副姐 那董事长好不容易来此 那必须去做你的面 是是是 保安 把这两人赶出去 你还出去 你还出去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好 这是咱们这边工地的 验收段 王健理 副董事长 我要举报 这些人 竟然在工程检测上撒谎 你是 兔崽子 你怎么在这 你认识副董事长 哦 因为我不是给副总裁开车嘛 然后我爸给副总裁开车 所以 认识也很正常嘛 副董事长 这个就是我跟您说过的 我妻子 孟瑶 哦 你就是柳孟瑶啊 嗯 对 上次来家里吃饭我没在 真是可惜了 上次 家里吃饭 上次 家里吃饭 哦 我的意思是说 上次你们去的别墅 那是我家 哦 原来我公公婆婆一家 都在您那打工啊 谢谢副董事长照顾 你放心 我照顾他们很多年了 你刚才说有人在资料报告上做奖 对 就是他 那批建筑明明有问题 他收了钱 就批了个过关 这种做法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那批建筑不是你们柳氏集团 他肯高抬贵手 对你们柳家来说的话 应该是好事啊 我们公司可不是靠着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时候来发家的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嗯 有骨气 你呀 干什么不行 找媳妇倒是挺年光的 她说的那个事儿是不是真的 嗯 董事长 我也是听了她的面子 谁说我呀 诶 董事长 跟我没关系啊 诶 你不是说你是刘总的朋友吗 我们其他谁不知道 刘总那可是副总的妻子 所以我才给你面子 刘社总裁不是我吗 什么时候变成林婉婉了 到底是谁在造谣我是副总的妻子啊 应该是林婉婉冒充了你的身份 在外面招摇撞骗 柳氏总裁不是我吗 什么时候变成林婉婉了 到底是谁在造谣我是副总的妻子啊 应该是林婉婉冒充了你的身份 在外面招摇撞骗 说自己是柳氏总裁就算了 还有脸说自己是副总的妻子 而且我都已经结婚了 她怎么这样说我啊 真是我 真是我 难怪你妈说这儿媳妇有意思啊 行了 我要去开会了 这里的事呢 就交给你来处理 行 董事长慢走 把她移交到有关部门 如果真的有什么固化行为 再交给公司的房屋处理 是是 陈主管 你可千万不能开除我啊 我少有老 下有小 我还需要这份工作的 陈主管 他就是个臭服务员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和副董事长都说这张话 但我们根本没必要怕他呀 是啊陈主管 他如果是个服务员 他根本没必要怕他 而且董事长他日理万机 他根本不可能在乎这点小事的 陈主管 您就看在我跟着您多年的份上 你就放过我一马 施工安全是小事吗 像你这种人 你根本不配在这种地方工作 你个小气来的 你给我闭嘴 哎 他不是你们柳氏集团的员工吗 你如果是 你就赶紧把他给我开车了 看样子处理你是一点都不冤完 他说话的神盖语气 怎么和董事长一模一样 想起来了 公司公告栏上 接着他照片的 这不是副总本人吗 你要是人罪了吧 现在就是闭嘴 这事咱就过去了 竟敢杜罪 别跟我们提醒你 陈主管 他就是个臭服务员 我们根本没必要怕他呀 你给我仔细看看 他到底是谁 他他他他他他 啊 啊 副总 他叫你什么 他应该是在跟副总市长求情 这种人活该被查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 是我永远不识待战 我确认您封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得这件 看来 你还是搞不清楚 你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得罪过 是你自己 没有把这份工作放在眼里 没把这片工地放在心上 你这种人继续待在这儿 我宁可不跟盛海集团合作 我们走吧 别跟众人纠缠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把我的身份说出去 你就死定了 副总放心 我绝对不敢 老婆你慢点 我给你披肩外套啊 这个傅宇川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怎么感觉所有人都在怕他 陈主管 这个傅宇川 为什么和副总裁都能说得上话呢 副总这一看就是要微服司法啊 我可不敢叫破他的身份 陈主管 这个傅宇川 为什么和副总裁都能说得上话呢 你们都听见了嘛 他们一直在给副总开车 所以呢 人是副总很正常 原来是个臭打工的 我以为有什么厉害的背景 这次回去啊 我一定要让柳氏的继承人 变成我了 哪里的臭傻貌 差着把我也连累了 得罪了副总 想想自己怎么死吧 辛苦这么久了 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吧 今天多会有你 不然我自己一个人 不知道在工地上待多久 不然我们今天去吃晚餐庆祝一下 今天不行 今天我爸有个朋友不是来了吗 我得回到家 要不然明天 行吧 那你忙吧 哟 生气了 没有 其实爸 我明天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你等我一下啊 我去拿个东西 Vivi 这不是那张照片背后上的名字吗 傅宇川的青梅周妈女朋友回国啦 鸡汤来喽 这是我从云湖酒楼打包带来的 来来来 趁热喝 那你今天晚上要去见谁啊 相亲对象啊 开玩笑的了 当然是我爸的朋友啊 不溜 我不是不想带你去吗 是因为真的很无聊的 再说了 你都连周转那么久了 咱也回去休息 真的 我偷懒人家骗我的 我保证 行吗 那你帮你去 帮你回来 那我去了 拜拜 想甩开我 没门 我倒要看看 那个Vivian到底有多漂亮 这么让你念一波 上海豪亭 整个云城最顶尖的商务酒楼 傅宇川可真是花了血本 现在在这请人吃饭 这个笨蛋 在这吃一顿 至少得花几十万 他付得起吗 小姐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餐厅 您 好像不是我们这里的会员 我是来找我老公的 就刚才进去穿西装那一位 刚才进来的 他不是副总吗 我可没听说副总结婚了呀 小姐 您别说笑了 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公 你该不会是跟踪他进来的吧 你怎么去了 管 把他赶出去 我是没有会员 可我家里人有啊 不对 不是这里的会员不能进入 那傅宇川是怎么进去的 真是一眨眼的时间 孩子们都长这么大 我记忆里啊 明威还是个小姑娘呢 现在都变成大美女了 哎呀 傅叔叔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雨川哥哥 你有没有想我啊 不好意思 雨川哥哥 你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冷淡啊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不是现在对你们吗 是我一直都对你们很冷淡 好位 我希望你以后啊 不要再用一般这个名字了 这个名字不属于你 可是雨川哥哥喜欢这个名字啊 只要你喜欢 那就是我的名字 哎呀 我这女儿啊 国外呆了几年 性子呀 也得很 哎 但是看看雨川啊 这个小猫似的 这还没出嫁呢 哥们儿都去朝外拐了 哈哈哈哈 雨川啊 嗯 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啊 明威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当然挺好的 那你觉得我们两家联姻如何啊 张叔 嗯 我爸应该还没告诉过你 我已经结婚了 你结婚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丢 我老婆的电话 接着 什么 你在盛海豪亭 你要帮我结账啊 还要帮我结账 不用 但你就买过了 我都打算回事了 嗯 那你在下面等我一个 那我现在马上下去 嗯 我老婆已经在楼下等我了 那我就 雨川哥哥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说过 什么时候结婚的还没告诉你 这孩子呀 向来有主意 不过 现在多少年轻人都不结婚了 他还愿意结婚 我就很满意了 傅老哥 爸 你还是想得开呀 爸 那我就先走 我们去睡 爸 要是雨川哥哥真结婚了 那我们的计划不就不亏一亏了吗 结婚了 就不能离婚了 傻孩子 你还敢做的事干什么 好 我赶快追下去 看一看他老婆长什么样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断 好 我知道了 爸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今天有个饭局 吃完饭不就回去了吗 我就是路过 刚好看见你在里面吃饭 话说 你怎么会有盛海豪提的会员啊 傅总的呀 今天我爸不是来朋友了吗 傅总就说 让我用他的卡去他们吃个饭 傅总人还怪好 是 挺好 就你爸的朋友没有其他人了 就你爸和他朋友没有其他人了 不然呢 还应该有谁吗 比如说那个叫Vivian的女孩啊 那想起来吧 想起来什么 我不是故意看你手机的 就是那个对话窗 他自己弹出来了 我就没忍住他看了一眼 是这样啊 所以你今天过来是因为担心我和别的女孩子偷偷约会 所以跟我在这儿捉肩 才不是呢 你别胡说 我们只是婚姻契约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但别太过分就行 我只是怕你破坏我们的契约 所以过来看看 没别的意思啊 解释就是掩饰 好了 那个名字不是他的 这个名字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的 不过我承认今天确实是有一个女孩子 但是她是我爸爸的朋友的女儿 其实我们也不熟 今天只是单纯的我们两家来这儿吃个饭 真的没骗我 不发誓 好好好 没有就没有 回家吧 走 找的事挺好的 但是 你凭什么和我都 我可是山河集团的千金大嫂姐 唯一跟雨川哥哥们当户对的女人 和我抢男人 你休想 为了庆祝山海湾的开发进展顺利 盛海准备举办一场行业交流会 希望大家参加 这个可以啊 正好有了盛海的项目经验 去看看能不能再帮柳氏拉点业务回来 看见了吗 她就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听说她和副总裁还都是青梅竹马 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见到秦田了吗 副夫人说要对外公开自家儿媳妇 这张小姐就从国外回来了 不会就是她家儿媳妇吧 肯定是她 趁她身边现在还没人 赶快去和她搞好关系 放心吧姚哥哥 张小姐 我是柳氏集团的经理 我叫林婉婉 其实我们很有缘分的 我们在同一所大学上学 是吗 那挺巧的 是她 你好 我是柳氏集团的刘孟瑶 期待呢和山河集团合作 瞧姐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我每次出现的场合 你都要出来搅局啊 我该搅局啊 我是怕你什么都不懂 别累公司啊 我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这一次过来呢 就是想多多了解一下 你不正好是我学妹吗 我们公司有一些其他业务 想跟别的公司合作 你有兴趣吗 我当然有兴趣了 看到了吗表姐 我也能干活啊 我也能为公司创造利润 我不比你差 你真的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那你怎么这么随意的 去把合作让给别人了 不过是假的吧 看见了吗 她就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听说她和副总裁还都是青梅竹马 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见到秦田了吗 副夫人说要对外公开自家儿媳妇 这张小姐就从国外回来了 不过就是她家儿媳妇了 肯定是她 趁她身边现在还没人 赶快去和她搞好关系 放心吧 姚哥哥 张小姐 我是柳氏集团的经理 我叫林王婉 其实我们很有缘分的 我们在同一所大学上学 是吗 那挺巧的 是她 你好 我是柳氏集团的刘孟瑶 期待能和山河集团合作 我了解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我每次出现的场合 你都要出来讲局 我该讲局 我是怕你什么都不懂 别媚公司 我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这一次过来呢 就是想多多了解一下 你不正好是我学媚吗 我们公司有一些其他业务 想跟别的公司合作 你有兴趣吗 我当然有兴趣了 看到了吗表姐 我也能干活啊 我也能为公司创造利润 我不比你差 你真的是山河集团的大小姐 那你怎么这么随意的 去把合作让给别人 不过是钱吧 柳小姐 我是山河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山河的合作 我想给谁就给谁 或许对于柳小姐而言 几个亿的合同很珍贵 但对于我来说呀 不过是九龙一毛罢 看到了吗表姐 人家这种级别的大小姐 跟你不一样 行 那你们聊 她真的是你表姐 她结婚了吗 她结婚了 不过她嫁给了一个穷服务生 就是一个臭表色 怎么能跟张小姐您相比呢 我们可都听说了呀 傅夫人要对外公开货家的少夫人 这说的肯定就是您的 傅伯母确实一直很喜欢我 宇川这么胡闹 伯母一定不会答应的 不过他们竟然不知道 宇川的真实身份 服务员又是什么意思啊 我对你们柳家的事情很感兴趣 不妨和我说一说 好 这边请 原来他们全家都不知道 宇川哥哥就是上海集团的总裁 真是一群蠢伙 不过这样一来 要对付柳梦瑶不也欲如反掌吗 你姐姐那笔生意好像快谈成了 她就是爱吃风头而已 其实根本没什么钱可断的 非要想起多力量的事 你不喜欢她是吗 既然我们这么个投缘 那我帮你出出气 真的吗 那就谢谢张小姐了 没想到我们谈得这么顺利 只要签字 我们的合作就算达成了 柳氏可是跌了 盛海集团山海外的开发项目 这么强的能力 我们这种普通公司 就更加放心了 这个您放心 不管是多大的项目 我们柳氏肯定全力以赴 说的倒是好 我怎么听说 你们盛海集团的项目 可是被反共重做好几次呢 不可能吧 要是重新反共做 盛海集团还会用它吗 瞎了你的狗眼 这可是山河集团的张大小姐 他能说吧 哦原来是张大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 我眼镯没有认出来 我这几年啊都在国外 大家不认识我很正常 不过呀 虽然我在国外 但我的消息可是很灵通的 所以啊 我劝你们跟柳氏的合作 还是在考虑考虑 你们觉得呢 张小姐的好心好意 我们肯定接受 刘总裁真是不好意思 这种合同我们不签了 请问我是哪里得罪张小姐了吗 没有啊 那就是柳氏集团得罪了山河 也没有 只不过啊 我一看见你就不太舒服了 但我一看见婉婉啊 就觉得十分投缘 有时候啊 人和人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你说是不是啊路小姐 原来是冲着我来的 行 这份合同我不要了 张小姐我失陪了 什么 你们都不签了 刚才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还说有很多地方合作呢 林小姐 你也体谅我们一下嘛 毕竟我们就是小罗罗 说话难得算上书啊 就是 山河集团大小姐 也就是盛海未来的总裁夫人 亲自下流说 不用许和你们柳氏合作 我们也不敢违抗 张明威对柳氏向行业封杀令 其实严格说起来 这就是对你了 张小姐说了 要是有什么合作 只能去找林王威 就是不准找你 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 张明威呀 这位大小姐可抛着 你还是过去道个歉吧 无缘无故的 我也没招惹她呀 这要让我道歉 那这也太霸道了吧 我柳孟瑶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人货 但我起码也有尊严的吧 让我道歉 休想 那你可要小心了 山河集团大小姐 盛海未来的总裁夫人 这两个身份加在一起 你的建筑业真的会没饭吃的 但我也没得罪她呀 难道她就是为了替林王威撑腰 大小姐 有什么事吩咐 我听说 最近陈安建筑的刘总 在找我们对接项目 是 不过这个人在业内的口碑一向不好 有人说 他经常私底下 骚扰其他女员工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多吗 这都是不多 刘总这个人虽然作风不好 但是也要脸面 对外没几个人知道这事 是吗 那就把她推进给你 嗯 哦 是 这么晚了还是太忙工作呀 对啊 哎 你不知道 嗯 最近有一个人啊 真的很莫名其妙 处处针对我 谁啊 说了你也不认识 不过呢 还是有好消息的 虽然所有人都不敢跟我签约 但是这个刘总 人还是不错的 嗯 他明天约我 去他公司签约 这可是一笔大顶单啊 陈安建筑 刘辉 怎么 你认识啊 不认识 哎 这个人不重要 你还没告诉我们 到底是谁在背后处处之内面 算了 别说这些了 说点开心的吧 等我这个业绩谈下来啊 我们换个大房子住吧 怎么样 怎么突然之间好端端的要换房子住了 我们不是结婚了吗 嗯 那爸妈也不能老在副总家给人家添麻烦 对吧 总要一起生活的呀 你说是吧 哦 原来是为了爸妈呀 嗯 不过呢 我觉得 比起换房子住 咱爸妈应该更希望 早点抱孙子吧 你要干嘛 溜远一点啊 我说真的呀 你不想跟我早点要个孩子啊 不是 哎 不过 打 打住啊 我们可是契约婚姻 不能聊这些 没有感情的 越界了 我去吃个房子吃的 去吧 哎呀 傻丫头 还没发现咱们俩的关系早就越界了 喂 王晨 帮我调查个事儿 到底是谁在背后处处针对我老婆 刘伟 您放心 我们两个呀 全程都拿手拍着了 我们亲眼看见他走进了温子 傲销 看来不一会儿啊 您这么看不见 你们两个盯紧点 别到时候出什么差错 要是能拍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就更好了 到时候少不了你们两个好处 这个您就放心吧 这种能让柳梦瑶倒霉的事情 我肯定上一万倍心 行 到时候拍到视频或者照片 记得第一时间发给我 好 你给我奇了怪了 你说这个柳梦瑶到底哪里得见柳梦瑶 能让他这么处心积力的设计陷害他 你管那么多呢 要是待会儿能够拍到柳梦瑶的丑照 你说他这个柳氏的总裁 他还能干得下去 你说得对 走 我们赶紧去看看 柳总 不用客气赶紧坐啊 没事没事 我站着就行 柳总 合同带了吗 我现在就把字签了吧 这么快吗 这个合同内容都不看一下 柳总 您手怎么了 没事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的骨折了 但是您放心 不影响我左手签字 我是走鞋子嘛 来来来来 柳总 您这个真的事业心很重啊 我自愧不如啊 手都断了 还想着第一时间签合同 我得向您多多学习 要不是因为你 我的手也不会骨折 柳佳 你在业内干的那些破事 我不是不知道的 我真懒得搭理 但是这次 你要是敢动我妻子的坏心思 我立刻送你去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副总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堂堂正正做人 哈哈哈 手怎么弄呢 是我不小心摔的 摔骨折了 哈哈哈 没算上得到 告诉您啊 这次的合同 不准出任何的披露 我不走 您放心 夫人就算给我一张白纸 我也欠 哈哈哈 柳总 您说的这个话 我怎么没听懂啊 您手断了是因为我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我今天有欠合同 太过于激动 自己不小心摔的 啊 那您注意点啊 很高兴跟你合同 来 签字 您看 还有什么需要附加的条款吗 没有 我觉得一些都很合适 这样吧 拍个照 敬意一下 哎 好您说的算 哎 干什么呢 啊 爷爷 我们也没有想到 姐姐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啊 你们在干什么呢 啊 爷爷 我们也没有想到 姐姐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啊 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当然是在签合同啊 哎呦 爷爷 您在和晚晚视频呢 晚晚说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要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没想到啊 你又欠了一个合同 我们孟瑶可真厉害 是啊爷爷 这笔订单可有五千万呢 多亏了刘总的照顾 孟瑶 你做得很好 等将来啊 爷爷也能放心 把刘家交给你 谢谢爷爷 爷爷那您走底休息 我先挂了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 他是色中恶鬼吗 什么色中恶鬼 我看 你们就是看我谈下了一笔新的订单 过来诋毁刘总 想要回我生意吧 怎么回事啊 人都可以说到嘴边这你都不吃 吃什么吃 你那么喜欢吃 你怎么不吃 刘总 饭我就不跟你一起吃了 我老公来接我 他马上就到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哎 你来了 刚好我在底下订了餐 咱们明天吃完了再回去 好啊 不过说好了 今天我请客啊 行 走 哎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张小姐跟你说的话不清楚 让你今天笨着她 咬龙了 你们两个蠢货 知道她是谁吗 你们两个蠢货 知道她是谁吗 你们两个蠢货 她能是谁啊 她不就是刘萌萌嘛 看来你们两个还真不知道 难怪这么大胆子 你们两个在找死 不要连累我 赶紧弄鬼配 滚 哎 她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连个女人都拿不下 话说回来 你不觉得刘萌萌的态度很奇怪吗 她好像在怕什么似的 难道她怕刘萌萌 不过刘萌萌就是一个企业的总裁 她有什么好怕的 你 张小姐 哎 张小姐 您先别生气啊 这真的不能全怪我们 都管那个刘萌萌没有 她连柳梦瑶她都拿不下 你全废话 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喂 帮我干嘛 帮我调查一个人 对 这叫柳梦瑶 我就不相信 这世上有人是没有弱点的 只要我找到你的软肋 我就不相信我斗不过你 哎 怎么就是说 雖然想换个大房子 但是不用直接看别墅吧 而且还是青光源的房子 你知道这房子有多离谱吗 咱们就是来看看 又不是现在就买了 看看也没钱 你说 虽然现在手上的钱还不太够 但是只要等上海集合的工程万工 拿到尾款了 说不定 真的还能在这买个房子呢 哎 你好 请问这有样板间吗 样板间当然有了 不过小姐 刚才你们说的话 我可是都听见了 既然没钱呢 在这随便看看就行了 让我带你们去看 看了又不买 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 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我们只是看看 而且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想办法凑钱不行吗 花钱买房子才叫顾客 像你们这种没钱 还想逞能的人 还是那凉快点呆着去吧 哟 刘姐啊 你也来这看房子啊 但是这里的房子可不便宜呢 你手头里有这么多钱吗 人家刘总啊 有的是本事啊 不然怎么能从刘慧那搞来合同呢 是不是啊 也是 现在圈子里可都传遍了 说你刘梦瑶靠着男人赚钱 应该是昨天 刘慧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你们什么意思啊 昨天你们不是也在现场吗 想造谣是吗 是有视频很少骗啊 钥匙都没有 小秀我告你们废话 装什么清高啊 要不是昨天刘慧给了你好处 你哪来的钱来清方圆看别墅 他们可不是来买房的 他们刚才说 说是什么闲逛 还说什么闲逛又不花钱 这种没钱瘦肉多的 真是招待不来 哦 柳梦瑶 听见了没 自从和我退婚之后啊 你这日子 过得也是越来越差哦 我们不需要服务员 我们自己看看吧 行 你们随便 姚哥哥 你干嘛对他第三下四的 也是啊 我怕他干什么 就是啊 不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看见这个臭服务员 总觉得心里有点发慌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去看房子吧 别理这些穷鬼的 我陪二位去看看吧 这边 哎 怎么这样啊 屁要是这种服务态度 在我公司 早就把它给开了 没错啊 不只是在柳市 在这儿开也快被开了 呦 你看 副总人还挺好 我们今天来看房吧 特地给我们留个一间别墅 要不咱们去参观参观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其实 我还真的想买在这儿的 只是手上钱不够 要是全花了 很没安全感 我还是那句话 看看房子又不花钱 那万一我们运气好 抽个奖 别中个别墅 免费得多好 好 你还挺会做白日梦梦 走吧 走吧 副总和夫人已经去三号区域看房 赶紧安排人员清场 张宁人哪 张宁好像陪一顿夫妻去看房了 我还准备安排他去陪副总看房 给他机会也不重要 哇 这个房子真不错 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嫌疾了 而且还有独立的空间 我都想要怎么设计了 这么喜欢 当然喜欢了 以前我一个人住 总觉得房子不需要太大 但是现在结婚了 一家人总要住在一起 总得换个大房子嘛 我们的契约可还有半年啊 你是不是想提前结束 我可没说啊 我觉得现在家庭主顾当的挺好的 我可不想辞职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房子 那么要不试试 怎么试 走 赶紧去看看 这整个别墅区都是副总的 他看重了 直接签字不就行了 怎么搞得这么麻烦 装着做给抽奖 赚派出来做什么 你管那么多呢 这业绩提成照样结算给我 这笔提成两百多 你要什么想要可以不来 怎么可能 我应对伺候的总裁的夫人刚刚信信的 我就不露面了 免得露相 待会儿机灵点 副总叮嘱过 在夫人面前 千万不能泄露她的身份 您放心 好 睁眼 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喜欢不喜欢 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喜欢不喜欢 真的有抽奖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现在呢还是内务活动 所以还没人知道的 你看这一等奖 还是你喜欢的那个别墅 真的啊 嗯 请问这个一等奖抽中的话 真的送别墅吗 是的 这是我们的周年球活动 抽中了 一定送 啊 试试手机 试试呗 反正不用钱 试试呗 试试呗 试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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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这个三等奖很美重 也没关系 安慰奖 挺好的 这个转盘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啊 要是转不到一等奖的话 我老婆是会不高兴的 这个 要不然夫人 您再抽一次 再抽一次 不用了 抽奖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靠运气的 嗯 打工人不要为难打工人啊 说话态度好一点 我这不是怕你不高兴吗 没事夫人 您再抽一次 这次肯定能中 再试一次 好 恭喜这位先生和夫人 抽中了我们的一等奖 独栋别墅一套 哦 不成了 谁让你们感觉 去拿下成这样的 你没病吧 这可是公司的顶级王牌别墅 卡里面有两个亿 连看房子的资格都没有 你竟然把它拿出来抽奖送人 我也是替上面指示的 知道你 你自己没占到便宜 这不能怪我吧 什么便宜 别在这儿突扯了 我刚才已经带两位顾客 去三号区域的肥冷脆别墅看过了 他们说了 我买下来 那个别墅 我不是让张经理给我清炒吗 张经理可是我舅舅的 她说要清炒 那肯定是给我预留的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买不起房子 就在这里捣乱是吧 我们捣乱 明明是你们自己办的这个活动 放不起别墅 就别办这个抽奖 没必要这么有心人吧 好了表姐 不过是一套别墅而已嘛 你要是买不起啊 那就等我姚哥哥买下来之后 你就常来我们家玩嘛 也没必要搞这种幼稚的板子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万万的意思你听不懂是吧 搞的什么抽脚活动 不会是你自导自演了吧 两个亿的别墅 怎么可能白白送给你呢 而且这套别墅 我们已经准备买了 孙瑶 我一直很好奇啊 你们孙家这两年的报表年年亏损 你花钱又不流水 你这钱从哪来的 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姚哥 跟你这一个服务生有必要解释吗 这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就要定下来了 赶紧带我去签衡啊 您放心 这个房子肯定是留给你们的 还有你们这个抽奖作废 送他们两包抽纸赶紧走吧 你疯了 这可是张经理指示的 这不能作废啊 张经理是我舅舅 你不知道吗 这个活动能不能作废 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你 你自己和张经理说去吧 这事我说了不算 那我就做主了 这个活动不算数 二位 咱们去营销中心 把房子合同签一下吧 表姐很喜欢这套别墅吧 但是很可惜啊 我这次可不能让给你了 不过你可以随时来我们家玩 还是算了吧宝贝 有些人啊 上下一股穷酸气 别到时候啊 把我们的房子给弄脏了 姚哥哥说的意思 走吧 我们去签合同 吃死狗子好心 我也不是非要占这个便宜啊 本来好心情 全被他们搅拌了 没事 这么大的售楼处 不至于出耳反耳吧 我就去上个厕所 你连这件小事都办法好吗 就是啊舅舅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办事的 竟然说这套别墅白送 我怎么有你这么宠和外甥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怎么有你这么宠和外甥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说的是你吗 不知道 应该不是吧 你舅舅你松手 我的耳朵都要被你干了吗 舅舅 你是不是被他们两个给骗了 他们是不是装有钱人 我刚才在住楼大厅都听到了 他们求的低当响 压根就没吃了 其实我也 你求了 我为生女年纪小 不太懂事 夫人别和她计较 您刚才已经中了一等奖 我们集团说话算话 这套别墅送您了 不会卖给其他人的 什么 两个亿的别墅 你开什么玩意怎么送给他 各位小姐 这是我们公司的事 不管这栋别墅价值多少钱 上面批准就行 那既然这个别墅已经送给我们了 那某些人还在这儿说一点 什么事 您说的是 我们这里是顶级住宅 咱们 来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进来 保安 送客 哎呀舅舅 你可不能把他们赶走呀 他们买这个别墅我提成了两百万呢 什么 什么 两位 贵宾士请 来 走吧 这种眼高于顶的销售 不知道的 还因为买的是她的房子呢 这种人都能赚两百万 确实挺没天理的哦 我老婆说的对呀 张经理 你觉得呢 没错 夫人说的对 我明天开始 你也不用来上班了 舅舅 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他们两个 是不是有什么身份啊 他们两个 是不是有什么身份啊 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身份 只是你这个态度 确实不是合做这样 我觉得你还是换一份工作吧 不然有一天 得罪了真正有权有势的人 怎么惹上麻烦 你都不知道 我老婆说的对呀 难道那些没钱没事的人 就活该受欺负吗 啊 您说的是 别让我说第二遍 自己去办离职 这已经是夫人心机善良 否则 你自己知道 是 我 我这就去办离职 夫人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接脚 我们也没有这么可怕吧 可能是她良心发现了 就心生愧疚 走吧 咱们看房去吧 运气这么好 别辜负了 好啊 走 这个贱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最近怨气简直好得可怕 你说 这柳梦瑶背后 是不是碰上什么大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她不会为了一栋别墅 就跟张锦麟那个老男人睡了吗 这就说得通了 这么贵的别墅 怎么可能白白送给她 我可真是同情富裕川 老婆竟然光明正大地给她戴绿帽子 你说 要是我们能抓住她 她跟那些老男人偷辞的证据 她这个柳氏总裁的位置 还坐得下去 这次和刘家的合同 你做得很不错 而且我还情人说了 和富士集团的合作 也是你想办法处理好的 柳梦瑶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才是最好的继承人 柳氏是爷爷和父亲的心血 交到我手里 我一定努力把它做大做强 外公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呀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这富士怎么可能这么快大块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怎么会反购 平白无辜浪费一切 你不说 这不能全怪我吧 再说 这件事情不还是我摆平的 你摆平的 要不要脸 冒昧打扰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我这一次来呢 是替富士集团 来送秦田的 明月湾的项目 很快就要结束了 所以几天后 富士准备了一个庆功宴 而且还会选一家合作企业 重点表彰 所以 这次要表扬的企业 是我们柳家 没错 而且我们觉得柳氏集团 有一个人 非常有资格代表柳家 上台演讲 哦 付出了这么多 总算是有回报了 这个人就是 林婉婉 林小姐 怎么可能 这些标书都是我做的 怎么会是林婉婉代表柳氏 怎么可能 这标书都是我做的 怎么会是林婉婉代表柳氏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帮富士传话而已 我想 富士应该有自己的考虑吧 抢功可没用 我抢功 我为了这个项目付出多少心血 大家有目共睹 怎么会是林婉婉的功劳 有目共睹 你这句话说的不太对吧 公司有人能证明吗 还是说富士有人能证明 我说一句公道话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 就是看在婉婉的面子上才行 以至于后面的琐碎功夫是谁做的 有那么重要的呢 琐碎功夫 要不是我 这工程连这样检查都过不了关 算了 当着张小泽的面 草草让让腾河其统 这次演讲 就让婉婉去吧 谢谢外公 我看柳莫瑶小姐 好像对富士的决定很不满意 你这种人啊 就不要去庆功宴了 免得到时候 影响庆功宴的气氛 芳婉 你说是吧 既然张小姐都这么说了 表姐 不如你就别去了 好好待在家里面 等我们回来庆功的了 好 你们针对我没有关系 但是要是牵扯到公司 不会让我 我倒要看看 我就是针对你了 你能挠我怎么办 张小姐 这种人家不要跟他废话了 我送你出去 表姐 你就好好地待在家里面看你家 毕竟你的工作 只有这些 没想到啊 我们真的也受邀出席的富士集团的清工宴了 等明天清工宴了 中会你演讲完 一定会扬名立万 你说将来那老头子 还会把产业给柳梦阳 当然不可能 而且现在啊 我可攀上了张明辉 你说柳梦阳那个家伙 他会有出头 没想到调查的这么快 宇川和那个贱人 竟然只是契约婚姻而已 既然如此 我就能肆无忌惮对付他了 在聊什么呢 这么高兴 啊 我们在聊啊 我真是特别的幸运 能遇到张小姐你 你呀 就是我的贵人 我也想一直做你的贵人 不过啊 明天过后 这一切可都要被揭穿了 这秦帖是真的 不过被富士真正邀请去做表彰会的人啊 是柳梦阳 怎么永远都是那个贱 我也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他出现 我就觉得特别讨厌 要是 他能永远消失不见就好 这 杀人啊 我们可不敢 怎么会呢 杀人可是犯法的 我们啊 稍微惩健一下他就好了 哎 你们说刘梦阳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吗 哎 还真有 刘梦阳她特别喜欢游泳 她还梦想去参加国家队呢 但是突然有一天 也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就特别的害怕水 爷爷把他带到医院 医生说他失忆了 就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那我们把他关在游泳馆 让他去不了发布会不就好了 否则啊 明天出头的人还会是他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就说吧 富士肯定有邀请我去的 怎么了 这么高兴 富士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庆功宴 说司机你在楼下等 我先走了 不吃了啊 拜拜 还是这么冒冒实实的 哎不对啊 请帖 我不是让王产以邀请韩子方式发过去吗 怎么会是短信呢 喂 爸 哦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了 算了 到会场再问问吧 师傅 您是不是走错路了 这不是去会场的路啊 不会啊 这条路可是近路啊 它要比其他路近很多啊 算了 我不想揍了 你放我下车 柳小姐 很快就到了 你不要让我为难嘛 雨川 我好像被绑架了 你快来救我 快下来 你要干什么 真是进酒不吃吃法酒 我告诉你 老老实实在勇馆给我待着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 我不能去游水的地方 收了钱就是要办事的 就是让你在勇馆待一上午 又不会要你的命 给我滚过去 少爷 刚才孟阳给我打电话 我一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在跟她打过去的时候 一直都在忙碌 你给我去调查一下 看看她现在在哪 是 少爷 定位显示夫人离开了市区 去离得很远的游泳馆 应该啊 按理说她不会再去 又适应的地方 准备车 带点人的花去找 是 事情办好了 我办事 明威姐你就放心吧 对方已经说了 把人已经带到游泳馆了 那个地方早已经闭馆了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那就好 你放心 只要刘沐瑶不来 我就有办法说服傅家 让你升海颁奖 那我就先谢谢明威了 带我离开这 好快穿不过去 哎呦 装什么呀 这不是海边 一池子水 你就受不了了 我放在靠近游泳的地方 我求求你 带我离开这 这么害怕 让哥哥好好安慰安慰你吧 你别碰我 找钱是吧 我给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呢吗 已经有人给过我钱了 我不要钱 你这么漂亮 陪哥哥好好玩啊呗 干碰我 你臭娘们 我告诉你 我老公厉害的 你要是干碰我 他找不到你 我会怕你老公 老子今天要是废了 被弄死你不可 你不是怕水吗 我今天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怕 啊 干嘛 干嘛 你干嘛活动 都不会来救你的 哈哈 混蛋 你真的来 他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和我没关系 我管场 哎 不走 失敌年人之后 你就不怎么游泳啊 现在你要亲的家 你出事了怎么办 我去吧 我自己逃跑 我自己救 出事了 十年前是你救了我 现在 轮到我救你了 梦瑶 梦瑶你别吓我 梦瑶 你不能离开我啊 梦瑶 我 我 我没死吗 没事就好 我们 嗯 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对不对 你记起来吧 当时我溺水太久 醒来的时候 对游泳产生了应急反应 所以 我连当时的记忆 全部都消失了 所以 那张照片背后上的名字 Vivian 其实就是我 我当时暑假的时候 去报了一个游泳补习班 然后 刚好就在你们那个场地的边上 我溺水了 后来就 但我真没想到会害得你 一辈子都游不了泳 所以我 花了好长时间 一直都在找你 所以 你找我 答应做我老公 都是有预谋的 所以 你找我 答应做我老公 都是有预谋的 也不能说是有预谋的吧 我当时 其实去婚礼上找你 只是因为想好好的报答你 再后来 我看到你在找什么全职老公的 我就报名了 可我给你保证 我后面一点都没有计谋 老婆 跟你开玩笑的 傅宇川 我又不是傻子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那 咱们俩的七月婚 是不是可以 作废了 嗯 不能作废 但是 可以延续两年的时间 如果这是你对我的考验的话 我一定 圆满完成任务 糟了 副市表彰会 我是不是错过了 你都已经这样了 当然是去医院了 不行 这次表彰会对柳氏非常重要 如果 我能在山岳湾项目上 做总结发言 那 找柳氏合作的人 会越来越多 柳氏是爷爷和爸爸的心血 我要让他在我手上 发言光大 行 那我知道了 这样 我车就停在外面 你换个衣服 我们俩现在就去回厂 好吗 我先走了 不然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 行 我一会儿去回厂 嗯 喂 黄辰 一会儿我不方便露面 你代表我让夫人上岁发言 什么 谁给他胆子这么做的 怎么会是他 这个臭文人 连个女生都逮不住 今天这个项目 虽然是副驾的 但因为副市总裁不在 所以 由我代为主持 我听说几天后 副驾夫人要召开宴会 对外宣布自家儿媳的身份 不用说都知道 这位儿媳的身份是谁了 那当然 整个云城 说当然大小姐 还能随配上副驾 你看这么大的场合 都张小姐为副驾主是吗 这一次山岳湾的合作 副市最满意的公司 就是柳氏集团 下面我们有请柳氏集团总裁 您晚晚上台讲话 张小姐 你是不是说错了 柳氏集团的总裁 在这儿 是吗 是吗 那可能是我说错了吧 不过这一次 副市集团最满意的人 就是林晚晚 有问题吗 那是谁啊 这么不懂规矩 在副驾的主场上 她有什么自额质疑副驾的决定 该不会是为了抢林晚晚的功劳吧 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林晚晚 你自己在这个工程上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现在要上台拿这个奖 你不兴趣吗 林晚晚 姐姐啊 其实我不怕和你吵 只不过我觉得 我们这样争吵之后 别人看了笑话 该怎么看我们了解 其实呢 我们都是柳氏的人 这谁上台演讲 不是一样的吗 今天 本来就是我们柳氏的大好人 但现在被你这么一样 我们柳氏啊 非但得不到什么荣耀 还成了全成人的笑话 你记住 今天 今天的退让是因为柳氏 不是因为你 好的姐姐 我一定会明居于心 各位 我是柳氏集团的总经理 林晚晚 今天呢 就由我 代表我们柳氏集团 简单的说了解 这次的表彰会 柳氏不是这么安排的 你赶紧给我下 王晨 父总不在 全部都得听我的 这次的表彰会 虽然我不能清零 但是也绝对不允许 有人弄虚作假 我们富氏集团 最满意的合作对象 就是柳梦瑶 刘总 语川 你不要闹了 你跟柳梦瑶的事情 我早就派人调查清楚了 既然你跟他之间的婚事是假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维护他 这是我的事 我不需要跟你交代 张明威 你要是再敢闹事 我不介意给你一个教训 语川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金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语川 我们可是金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张陶姐 你做事有点没规矩 你算什么东西 还来教训我 爸 怎么了 你得罪附语川了 你得罪附语川了 他公然做空我们张家的股票 再这么下去 我们张家的股票就要跌停了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为了柳梦瑶 不惜损失歉意 我不管你干了什么 现在给附加道歉 否则你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 我知道了吧 你告诉语川 我知道错了 这件事情 我不会再插手了 我现在就离开 冯总说了 在你离开之前 记得先给夫人道歉 夫人 她想做富家夫人之前 也要先想想 富家董事长和夫人 会不会答应 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 张小姐 你今天要是不道歉 你们张家的股票 一定会变成一对废致 你 对不起 今天 是我看错了文道 富士真正想要包奖的合作伙伴 是你 刘孟瑶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大变脸啊 刘总 赶紧上台吧 把衣室走完 不少媒体都等着 对这次事件做一个深度采访了 好 我这就来 就凭你这种不入流的身份 也想加入富家 简直是持人说梦 几天后的富家家业 我要让你知道 谁才是富家真正的女褲 孟瑶 这些首饰 知道是假的 但这也是妈的心意 我肯定要带着她 那如果我跟你说 这些首饰是真的呢 是真的 那我们就赚了吗 我没跟你开玩笑 其实吧 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也没告诉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行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你慢慢说 其实 我们家 有孟瑶 上次在富家的表彰大会上 还不够你出风口的 这次也来富家显摇 不过这次呢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得进去的 看到了吗 没有这个 我看你怎么混得进去 富家 这次不是宇春明家搬家园吗 什么 我没听错吧 真是笑掉大牙了 你的老公不过是个服务员 他有本事在这种地方搬家园吗 你也不看看 这里的别墅 比你种的那套别墅贵十倍 你也可以在这儿搬家园 没错 这里确实是富家举搬家园的地方 因为我就是 我理解了 其实就是富总在这办宴会 我们来吃饭的对吧 什么 谁家还没有一个穷亲戚呢 我早就猜到了 你和富总一个姓 富总又对你这么好 你们全家呢 又在富总家打工 所以你们肯定是远房亲戚啊 其实你的想法可以再大胆一点 再大胆一点 难不成你就是那个富总 哎呀 没事 因为不嫌弃你 更不会嫌弃你爸妈咯 哎呀 妈对不就好 还给我送了传家宝呢 表姐 你自从跟着这个服务生在一起之后 你整个人的格调都变低了 这么假的假布都看不出来啊 还戴着 我真是佩服 走吧姚哥哥 咱们先进去 好 免得被人看见 说我们穿着戴的 不是假布 哪里来的塑料味啊 冲鼻子 走 这首饰的价值是人赋予的 我觉得戴着好看就行啊 又没有出去照老撞骗 是假的又怎么了 算了 我进去再跟你说 你们一家勤勤恳恳的在为副总打工 副总还邀请你们家去他的家业 你看多好呀 怎么就得大大方方的进去 千万别切丑 我妈给我发肚轻 我先想翻一下 行 帮你进去 刘姨姐 今天可真漂亮 剪着今天要成长 是吗 你这项链是从哪弄来的 这是我婆婆送好的 怎么了 你也想要 一堆破塑料 谁想要 这可是副家的镇宅之宝 最顶级的祖母律宝石 我问你 你是从哪弄来的 不会是偷的嘛 了解你疯了 你敢在副家偷东西 你不想活 我们还想要命了 给我 你有病啊 这是我婆婆送的 就是假的 你说话 你该不会是说 副夫人认可你了吧 就你这出生 也配入了俩副夫人的法眼 你还不把下面给我取下来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在副家放肆 你个臭服务员 竟然敢对张小姐动手 我 哎呀 哎呀我们特助 他就是个臭服务员 别被打个屁 服务员不过是个假身份吧 你们这群蠢货 到了现在竟然还不知道 这位 就是我们副市的总裁吗 你们这群蠢货 到了现在竟然还不知道 这位 就是我们副市的总裁吗 什么 副市总裁 张小姐 这不可能吧 阿姨姨 李川和这个女人 她们是假结婚 她们签了合同 扮演夫妻 她在外面利用副家的名义 招摇照片 这种女人 怎么能加入副家呢 你这孩子 简直是太让我失望了 孟瑶 于川呀 都给我说了 这今年呀 我们一家 一直都想报答 你对于川的救命之恩呢 所以妈 你不是副家的保姆 于川 你是副市总裁 孟瑶 其实这件事呢 我很早之前就想告诉你 但我绝对不是给你刻意隐瞒 你能 原谅我吗 你这个贱人 你凭什么吼我这 我才是副家的受死人 我才是副家的受死人 快给我招起来 快到派出场 是 李川 我去给你拿药啊 没事吧 痛啊 如果我没有亲耳听到 你原谅我的话 我就会一直这样痛下去 好好好 我原谅你了 但是 还是看你表现了 否则 契约婚姻随时作废 那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来延长这段 爱的契约 爷爷 孟瑶 前几天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没想到 宇川竟然就是副总裁 这几天多有得罪 还望副总别和我们一般计较 副市总裁呢 只是我的工作 但在家里 我永远都是您的孙女婶 孟瑶能和你结婚 我总算是放心了 我已经签好了股权转让合同 以后 你就是真正的柳氏接班人了 爷爷 我还年轻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您帮忙呢 对于爷爷来说 你的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 我年纪大了 不能一直看着你 于川啊 我这个孙女 就交给你了 以后 你要好好地对待她 爷爷您放心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辜负梦瑶的 傅宇川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今天要去公司开会了吗 你怎么把我闹钟给管啊 你的这份合同呢 我已经帮你谈好了 都挺了个大肚子了 就别到处乱跑了 那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和你的契约合同 就再继续延长几年吧 那你说咱们这个合同 什么时候可以延长个 一百年 看你表现咯 嗯